斗破苍禽 第一百一十一集 远处 那个被击飞的魔手再一次爬了起来 被人击飞的耻辱 让他愤怒的咆哮了起来 浑身上下冰冷的寒气 逐渐的缭绕 举嘴一张十几根尖锐的冰刺 便是对着硝烟就飞蛇而去 望着射来的冰刺 硝烟手中悬中尺 倒叉身前 随着一阵叮叮当当的声响 将那阵冰刺攻击是完全的抵挡下来 手掌紧紧的握着重尺 硝烟瞟了一眼 逐渐覆盖上一层薄冰的齿身 淡淡一笑 手掌之上紫色火焰 缓缓探出 在齿身上轻轻一抹 便将薄冰完全的消融而去 欠着冰刺攻击无效 魔兽再次仰天发出怒笑之音 浑身毛发道里 一阵冰寒的白气围绕在周身 瞬间之后 竟然凝固成了一套雪白色的冰架 冰架将魔兽的身体完全掩盖 在日光的照射之下 有如一具冰雕一般 覆盖上冰架之后 魔兽再一次迈开了死蹄 有如一辆坦克一般 对着硝烟就冲撞过来 抬着眼 望着那暴冲而来的魔兽 硝烟缓缓地输了口气 手掌竟然是松开了重尺 拳头紧握着紫色火焰 也腾烧而出 包裹了将近半条手臂 低头望着手臂上 鸟鸟生腾的紫火 硝烟抬起了头 望着越来越近的魔兽 此时因为其身体之上的冰架 一阵寒风携带着压迫的气劲 迎面扑来 轻吐了口气 硝烟脚掌猛然重踏地面 身体有如离弦之间一般 在周围目瞪口呆的视线中 居然选择了与魔兽硬碰硬 这家伙疯了吗 这望着硝烟的举动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这般惊恶的男男者 把气蹦 就在双方即将碰撞之时 硝烟心中骤然响起一声清河 那包裹在紫火中的拳头 猛然传出尖锐的破风之音 瞬间之后夹杂着恐怖的劲气 狠狠地砸在了魔兽的脑袋之上 刚刚接触魔兽身体之上的兵甲 便是被硝烟的紫火 摧枯拉朽一般地融化出一个巨大的空洞 露出了里面魔兽的头颅 拳头夹杂着紫火 重重地砸在了魔兽脑袋之上 略微沉闷之后 硝烟的拳头 借住着紫火的灼热温度 竟然是在一道闷响声中生生地洞窜了魔兽的脑袋 沉闷的声响在空旷的森林中响起 硝烟的手臂几乎是没入了将近半截的魔兽头颅之内 鲜血沿着手臂抵达而向 最后在略微有些安静的树林中形成了诡异的倾向 淡默的注视着面前这头争打着血红巨烟的魔兽 硝烟轻吐了口气 手臂缓缓地抽离 掏出补精 擦拭着手臂上的血液 随着硝烟手臂的抽离 面前内将血战拥兵团 几十名团员撵得四下逃窜的二阶魔兽 终于是在众人震撼的目光中轰然倒塌 望着身旁倒塌而下的魔兽 硝烟将手中沾满血迹的布巾丢掉 然后翻手间弹出一把匕首 蹲下了身子自顾自的起开了魔兽的头颅 然后缓缓地翻罩着 好片刻之后啊 硝烟的眉头则是紧皱了起来 无奈地摇了摇头 将匕首上的鲜血擦拭干净收好 站起身 对着正盯着自己 眼睛眨也不眨的众人 耸了耸肩 看来我似乎挺倒霉 什么都没有 这听到硝烟的话语 众人这才从震撼中逐渐地回过神 望着硝烟那一无所获的双手 卡岗也指的是惋惜地摇了摇头 然后一挥手大声喝着 各位先帮团长解决另一头魔兽 听着卡岗的贺声 众位血战拥兵团的团员们 也抓起了手中的武器 然后涌向费雷的战场 将那头魔兽包围了起来 然后由费雷指挥着 开始对魔兽进行着围杀 手持着重齿 硝烟斜靠着树干 嘴中咬着草根 低头望着自己 那被擦破了皮而不断滴着鲜血的拳头 目光中却是跳动着兴奋之色 虽然说先前一拳击杀这头二戒魔兽 是因为属性相克的缘故 不过这姿火的威力 还真的是远远超出了硝烟的意料了 只要是换作平常 即使是自己驶上了八级崩 也顶多是伤到二戒魔兽 想要击杀 却依然还是有点不可能 手指在纳戒上轻轻一碰 硝烟从中取出一枚回气丹 然后不着痕迹的塞进了嘴中 喉咙滚动了一下 僵之就吞了下去 唉 这破功法 如果再不进化 我可连回气丹都吃不起了 感受着体内逐渐恢复的斗气 硝烟有些无奈 就在硝烟无聊斜靠着树干时 不远处两道倩影 却是缓缓地对着她走了过来 喂 硝烟 你没事吧 少女焦脆的声音 让得硝烟懒散地抬起了头来 目光随意地瞟了一眼灵儿 然后视线在其身旁那位 魔鬼身材女子身上停留一会儿 便是懒懒地收回了目光 对于这位给她留下刁蛮印象的少女 硝烟实在是没多少心思理会 所以当下不嫌不淡地回着 没事 被硝烟这般平淡对待 灵儿翘脸略微有些战红 张着红润的小嘴 欲言又止的模样 可她却偏偏说不出半句 缓和气氛的话语来 想来啊 她也是知道 上一次自己给对方留下了什么印象了 你手掌在流血 需要包扎一下吗 见到气氛有些沉闷 那名魔鬼身材的女子 也只能是无奈地开口 顿时清脆的声音 便在硝烟耳边响了起来 抬头望着这名 模样颇为不错的女子 硝烟的目光 在其身上扫视着一圈 微微摇头 同样是有些无奈地说 不用了 这么一傻事 硝烟和先前如出一辙的平淡模样 也是让得情也微微一愣 不是说她自恋 以她的容貌 还真的很少遇到这般对待 不过 她也是心高气傲之人 见到硝烟摇头拒绝 也就不再继续询问了 于是三人间的气氛 再度变得沉闷起来 沉闷的气氛 持续了半晌之后 终于是被树林中的一阵欢和 吓声给打破了去 仨人抬起了头 却是发现 原来那头与费雷苦战的魔兽 已经被众人联手击杀 难怪他们会如此的兴奋 将魔兽的尸体丢下 吩咐几名佣兵寻找挖取魔盒 费雷则是带着卡岗等人 打笑的对着硝烟走了过来 豪迈的笑声 将林间的飞鸟都震飞了许多 萧小兄弟 久闻其名 可却一直未能有幸亲眼瞧见 今日还真是多谢了 萧炎微笑着摇摇头 先是跟卡岗打了一声招呼 这才对着这位看起来 颇为豪爽的壮汉 笑着说 我在青山镇能有什么好名声啊 小小年纪 连牧蛇那狡诈的家伙都栽在你手中 这名声可不弱呀 至少我这血战佣兵团 没一个人比得上你 费雷上下打量了一下萧炎 心中忍不住的再一次 叹息着摇摇摇头 看萧炎先前的出手 想来传闻中 牧蛇被他击杀的消息 应该的确是真的了 真不知道 这家伙是怎么修炼的 不过二十的年龄 怎么就如此的变态呢 随意的笑了笑 萧炎抬头望了眼天色 无奈的说 抱歉了 那头魔兽体内 并没有二阶兵器磨合 所以我只能继续去寻找 恐怕不能陪你们继续聊天了 说完 萧炎便将手中的玄重尺背在了背上 准备再一次进入森林寻找目标 十分抱歉 竟然让你白出手了一次 若是你不介意的话 取另外一头魔兽的魔精吧 虽然那是一枚图属性的 摊了摊手 费雷有些歉意的说 算了 我只需要兵器的二斤磨合 那东西你们留着吧 笑着摆了摆手 萧炎转身 对着密林深处走去了 等等 女子清冷悦耳的声音 忽然从后方传来 这让的萧炎 止住了脚步 疑惑地转过身 望着秦爷 你很需要 二阶的兵器磨合 微蹉着柳眉 秦爷 开口问着 嗯 有点急 闻言 秦爷略微抽抽一下 然后伸出玉手 将修长脖子上挂着的吊坠 缓缓地取了下来 吊坠的一头 被藏在了清夜的皮衣之下 随着他的轻轻扯动 吊坠被完全地扯了出来 原来啊 在吊坠的尽头 竟然吊着一枚 浑圆的白色冰珠 这是二阶魔兽 冰雪罗兽的魔盒 你帮了我们 血战用兵团一次 那便用它做报酬吧 有些不舍得 摸了摸这枚漂亮的 白色魔盒 秦爷将它抛向了消炎 习惯性的伸手 接住这枚白色魔盒 入手处一片的温凉 而且啊 或许是因为 长久被藏在 女子的贴身部位吧 所以 竟然是带着 淡淡的体香残留 秦爷 见到秦爷的举动 一旁的肺雷 不由的叫了一声 略为沉吟之后 也指的是 无奈的摇摇头 既然你自愿 那便随你吧 不过这是你的私物 待会儿回去之后 我们会用别的物品 来补偿你 毕竟 这是团规 不用了 若不是他出手帮忙 我们这里恐怕 至少会折损一半的同伴 秦爷 则是微微一笑 果然是二阶的冰性磨合 略微感应了一下 手中磨合内的能量 萧嫣 也是面露喜色 将磨合很不客气的 就收好 抬头 望着秦爷那张 精致的俏脸 多谢了 不过 这是你的东西 我也的确不好 让你吃亏 这样吧 皱着眉头沉吟了一会儿 萧嫣手掌一番 逼个小鱼瓶子 便出现在了掌心之中 然后将之 致向了情印 这个里面 有五枚回气单 能够让你在危险关头 迅速恢复斗气 论起价值来 并不逊色于 你这二斤磨合 现在将它给你 算是一桩公平的交易吧 本来心中 并没打算 接受对方的东西 可当回气单 三个字一入尔 情也翘脸是 唯唯一愣 旋即赶紧地伸出手来 小心翼翼地 接住了玉瓶 打开一瞅 玉绒上 满是惊喜之色 竟然真的是弹药 文言 一旁的费雷等人 也是有些动容了 在他们这种地方 根本很少见到 真正初子炼药师 手中的正宗丹药 所以当下 见着硝烟居然 能够拿出来 五枚回起的 都是颇感震撼 这小家伙 果然背景不浅 看这手笔 多把还是一些 大家族 出了历练的少爷 那牧蛇 也还真够倒霉的 望着秦夜 手中的玉瓶 费雷的心中 不由的暗道 各位 多谢了 硝烟上还有急事 所以便不久待了 告辞 磨合套手 硝烟 也是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要回去炼制 这两种丹药 以便吞噬子火 当下 对着费雷等人 是管了拱手 脚掌在地面 猛然一塌 身形迅速的 飞射进了密链之中 最后逐渐的 消失在众人视线之内 望着那话 缓缓消失在 密链黑眼中的硝烟 费雷忍不住的叹了口气 本来还想让硝烟小兄弟 加入我们血斩佣兵团的 不过看他这大手笔 我这实在是没那脸开口啊 走吧 别乱想了 以他的天赋 根本不可能屈居在我们这小小的佣兵团之内 照我猜测 他来魔兽山脉 多半还是历练吧 以他的修炼天赋与心迹 外面那广阔的世界 才是他大展手段的舞台 我们呀 还是安心的当小小佣兵吧 说不定十年二十年后 他再来青山小镇 说不定啊 就是一位大斗师 甚至斗灵强者了 收好了玉萍 秦也转身说着 也是 有些自嘲的摇摇头 费雷手掌一挥 带着众多属下 大声唱着凯旋的歌 扛着两头魔兽的尸体 对着青山小镇赶回 虽然他们没有硝烟那种 追求力量的天赋 不过 小人物同样 有小人物的舒畅生活 斗破 苍禽 第112集 钻进了密林 硝烟在吉祥一振之后 方才是停下脚步 背肩微微一颤 紫云已缓缓地舒展开来 兜气在体内流转几圈 最后是灌进了背后的双翼之中 顿时 小颜的身体缓缓地飘浮了起来 双翼在此一阵 身形直接冲破树林的束缚 跃上了蔚蓝的天空 在便便了一下位置之后 展翅对着小山谷的方向 积虑而去 在飞行的路途中 硝烟整整吃了三枚回气丹 这才是逐渐地看到了那笼罩在 迷雾之下的小山谷 当下精神一震 直接穿破浓雾 飞进了小山谷中 在即将落地时 硝烟双翼微颤 化为纹身 贴在了肩膀之上 经历了一场大战 再一次回到平静的山谷 硝烟忍不住地松了口气 快步地来到了谷中的茅屋处 见到了正焦急等待的小一仙 而瞧得硝烟安然无恙地回来 小一仙也同样是落下了心中的石头 与小一仙打了个招呼 硝烟又是急匆匆地 在山谷中 将两种丹药所需要的药材 全部采集齐全 而将这些做完之后 他这才抱着药材 跃进了山壁上的山洞之内 准备动手 炼制这两种吞噬滋火 至关重要的丹药 盘坐在山洞之中 硝烟将药顶从那节之中 取出 轻放在面前 然后将炼制护麦丹 与兵心丹所需要的材料 也全部的摆放在身前 细细地检查了一番之后 方才是松了口气 见着硝烟即将开炉脸丹了 药老也是摇摇晃晃地 从节之中飘荡了出来 落在一处巨石上 抱着双臂 笑眯眯地望着硝烟的动作 目光瞟了一下药老 硝烟缓缓闭目 在脑海中再一次将药老传过来的两种丹药的药方 以及炼制时所需要的分量和火候温习了一下 缓缓地睁开眼 轻轻地搓了搓手 手掌贴着药顶的火口处 心神缓缓沉入体内 将那气旋中央的紫色火焰小心地抽调而出 紫色火焰在斗气的包裹之下 飞速地穿过了经脉 然后透过掌心穿梭进药顶之中 紫火冲进药顶 砰的一声清响 紫色的火焰 便是在药顶之内升腾燃烧了起来 眼睛透过药顶表面的镜面 硝烟望着里面那些胡卵窜动的紫色火焰 来到冰凉的药顶温度逐渐高了起来之后 这才是偏过了头 对着药老笑了笑 玄机脸色再一次变得凝终 灵魂感知力透体而出 顺着手臂钻进了药顶之中 将那桀骜的滋火顺利地控制了下来 可以开始了 望着药顶内逐渐平静的滋火 药老微笑着点点头 这小家伙对灵魂力的使用越来越熟练了 竟然能够这般快速地压缩着火焰的温度 硝烟手掌熟练地从身旁抓起了一株通体碧绿的植物 此物名为长青花 其枝叶中所蕴含的温润能量用来保护精美是最合适不过的药草 眼角瓢了瓢手中的长青花 硝烟手掌略微停止了片刻 随后将之弹射进了药顶之内 长青花刚刚进入药顶 汹涌的滋火便是扑涌而上 转瞬之间 碧绿色的枝叶便是迅速变得焦黄 到了这一步 硝烟灵魂里努力地将滋火的温度缓缓压低 淡淡的火焰苗子带起了一阵不热不冷的温度 逐渐地熏烤着悬浮在火焰上风的长青花 随着这般烘烤的持续 长青花的枝叶表面竟然开始渗透出了一滴滴绿色的液体 随着液体越来越多的渗透而出 其枝叶也在迅速的萎缩着 待到长青花体内 最后一滴绿色液体被压着而出之后 其本体化为了漆黑色的灰烬 沉落在了药顶之地 嗯 不错 以你这般出色的灵魂感知力 其实一些二品炼药师也有所不及 望着硝烟第一步便是顺利成功 药老忍不住地赞叹着 微微一笑 硝烟的手掌一招 药顶之内的绿色液体便是被吸吕而出 最后被他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一个玉瓶之中 等待着待会儿的融合之用 在取得了长青花的能量汁液后 硝烟又再一次分别炼制出了三种颜色各不相同的液体 以及一种名为痰灵果烘烤而出的淡青色粉末 在炼制这几种药粉之时 由于是第一次配这种丹药的药材 所以需要的火候和分量 即使是以硝烟出色的灵魂感知力 也足足挥坏了十二株珍稀的药草 若不是山谷中的药材丰富 恐怕他还得面临着药材枯竭的尴尬局面 坐在石头上 药老一直安静地望着硝烟炼灯 直到后者将所有材料都提炼出来之后 这才是微微点头 虽说硝烟在其中也毁了不少的药材 不过这点失败率 对于第一次炼制这种丹药的他来说 已经算是颇为不错了 在将所有的材料提炼之后 硝烟也是长长地松了口气 从那戒中掏出一枚回旗丹 然后丢进嘴中 盘腿恢复着体内的斗气 瞧得硝烟这般模样 药老也是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也难怪啊 硝烟现在是想要功法进化都快想疯了 这才练了这么一会儿 体内的斗气竟然便消耗了这般多 现在他所炼制的丹药还只是二品 若是以后炼制三品乃至四品 恐怕要让这家伙满嘴包着回旗丹 才不会中途因为斗气告捷而导致炼药失败吧 盘腿恢复了半赏之后 硝烟这才是睁开了眼眸 望着药老无奈的神色 他也只得是苦笑了一声 将先前所提炼出来的各种材料放在身前 最后手掌一番 一枚通体雪白 并且不断散发着寒气的磨合出现在了手中 望着这枚二阶的冰洗磨合 硝烟缓缓地吐了口气 屈指轻弹磨合便被精准地射进了药顶之中 与此同时 硝烟首长迅速地触摸上了药顶火口 灵魂感知力将压制的紫火温度猛然地全部放开 顿时药顶之内紫火是呼呼的腾烧 几乎弥漫了整个顶内 在紫火的腾烧中 那枚二阶冰洗磨合则开始散发着冰寒的冷气 努力地挣扎着想要避免被毁灭的结局 药顶之中 紫火和兵武不断地僵持着 一片片的白色雾气从药顶顶端渗透而出 不断地向周围扩散着 抬眼望着山洞中越来越浓郁的白气 要老袖袍清晖 凶猛地进气 便将白气席卷而出 顿时山洞之内再次地恢复了清晰 不过此时的孝顶 没有闲情注意这些 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放在了 那与紫火僵持着的兵洗磨合上 体内的紫火 源源不断地涌进药顶之中 而那兵洗磨合也是不甘落后 一股股的寒气不断释放出来 贫了命的想要逃脱毁灭的命运 僵持一直持续到硝烟吞下了嘴中的一枚回气丹之后 这才是逐渐的被打破 虽然兵洗磨合中 蕴含着颇为雄浑的兵洗能量 不过毕竟没有后援 所以在紫火坚持不懈的烘烤之下 兵洗磨合的寒气瓶掌终于被攻破了 而随着寒气瓶掌破裂 紫火发出了兴奋的翻腾之声 铺天盖地的胸友儿上将兵洗磨合包裹而尽 然后开始了断烧 随着火焰持续的断烧 兵洗磨合坚硬的表面上终于逐渐的出现了丝丝裂风 在过得半上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嚓之声 磨合表面竟然是化为了灰烬散落而下 待到灰尘落下 一团雪白色的降火能量团 却是飘飘荡荡的出现在了药顶之中 望着那出现的雪白色能量降火腿 硝烟紧绷的脸庞终于是反切了一抹喜悦 在用紫火慢慢地熏烤了片刻后 这才将之吸力而出 用玉瓶装好 提炼好磨合能量后 硝烟手掌快速地抓起了身前几种 早就已经提炼而出的材料 然后全部地丢到了药顶之中 紫色火焰将进入顶内的几种材料全部地包裹 然后开始了最猛烈的锻烧 随着烈火不断地熏烧 那几种颜色各不相同的药材开始逐渐地融合 液体与粉末互相融合 然后在火焰中缓缓地翻腾着 随着时间的移动 丹药的出行也是逐渐地隐隐出现在了药顶之中 此时的丹药出行 表面上布满了坑坑洼洼 而且形状上也全然是没有规则的 表面上的光泽也是青一块紫一块 看上去就有如一个布满灵脚的古怪物体般 完全不像那些成品丹药那般圆润而富有光泽 瞧着这枚丹药的雏形 硝烟心头压着的重视 却终于是完全的落地了 到了这一步 炼丹几乎已经是成功了百分之九十 那么剩下的便是最后的宁丹步骤了 手掌握着被提炼而出的磨合能量 硝烟偏头望向了药老 见他那微笑点头的神色 这才是清晰的口气 不再迟疑 将瓶中的磨合能量倾倒进了药顶之中 白色的降护能量刚刚进入药顶 便被他控制着覆盖在了那枚丹药的雏形之上 然后缓缓地旋转起来 而同时 硝烟的灵魂感知力也急忙压制着子火的温度 将之压缩在一个不温不火的地步 缓缓地熏烤着那枚被磨合能量包裹的丹药 最后一步的宁丹 足足持续了接近半个小时 那磨合的能量 才被子火不温不火的熏靠进了丹药之中 而此时 硝烟一直压缩着子火的灵魂里 猛人一收 顿时子火汹涌扑上 转瞬之间 便携带着狂暴的高温 将丹药包裹在了气中 紫燕一放即收 迅速地被硝烟再次压制在了 最低点 而此时随着子火的退缩 一枚通体如雨般的浑原丹药 便是光彩夺目地出现在了药顶之内 望着这枚玉白色的丹药 硝烟忍不住地咧嘴一笑 手掌一招 将之从药顶中吸力而出 飞快地从一旁取出瓶子 将之装了进去 手掌抽离药顶 其内的子火也是迅速地消退 片刻后热闹的药顶便是安静了下来 摇了摇手中的丹药 硝烟用鼻子轻轻嗅了一下散发出的药香 不由的是满脸陶醉 搬上后方才对着一旁的药老微微一笑 护卖丹成功了 嗯 不错 虽然炼丹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小差错 不过你的表现也极为不错 要老赞叹着点点头 看了一眼地面上炼制冰心丹的药材 微微一笑 休息一下吧 接下来你还需要炼制冰心丹 有了这次的成功 我想下次你应该能少毁坏一些药材 点点头 硝烟小心地将护卖单收好 然后再次掏出一枚回气的咽响 闭上了双眼 静带着体内斗气的恢复 半个小时之后 硝烟缓缓地睁开了双膜 此时的她已经再一次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忙着面前的药顶深吸口气 然后双手伸出 炼丹是再一次的开始 如同药老所说 这有了炼制护卖单的成功潜力 此次炼制冰心丹 更是极为的顺利 除了开始因为药材所需要的不同伙候原因 硝烟略为有些声色之外 后面的一系列步骤 几乎是行云流水一般的流畅 此次的炼丹 即便是颇为挑剔的药老 也是极为满意 由此可见 这一次硝烟的表现 有多么的出色 炼丹开始的两个小时后 此时的硝烟脸庞上有了一些疲惫 不过更多的还是一股兴奋和喜悦 因为在他的手中正紧紧地握着两支玉瓶 透明的玉瓶之内正调皮地滚动着一白一青两枚圆润丹药 这两枚丹药便是硝烟吞噬紫火而必须准备的护卖丹和冰心丹了 望着硝烟疲惫的神色 药老瞟了一眼外面已经暗下来的天色 唯唯一笑 炼丹的时间和我预算的相差不多 白日因为烈日的缘故 紫火将会有一定的增幅 这将会为你吞噬紫火而增加不少难度 所以现在的时间是最合适吞噬紫火 怎样你还能坚持吗 小炎揉了揉太阳穴 当然 不过是精神略微有点疲惫而已 继续坚持一晚上并没有什么问题 那就好 药老笑着点点头 你身上还有多少回忌单 十八枚 手指轻触纳戒 小炎回正 斗魄苍穹 第113集 应该够了 等吞噬开始之后 万一察觉到斗气不知 就立刻服用吧 在那种关头 若忽然来个斗气枯竭 可不是好玩的事 药老有心凝重 重重的点点头 小炎自然不敢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 好了 现在便看结果吧 说真的 我也很想看看 这紫火能够让坟绝进化多少 呼了口气 药老也是略微有些期盼 反正不可能直接绷到玄界 对于这些 小炎倒也是有些自知之明 虽说这紫火威力也不俗 可与异伙相比较 却无疑是差距甚大 我自然是知道不可能到玄界 每一阶功法的跳跃 那都是天壤之别 紫火或许能够让坟绝进化功法等级 不过想要进化阶级 难 翻了翻白眼 药老 小骂一声 小炎苦笑了一声 不再说话 盘坐闭目 沉神静坐了片刻之后 眼眸乍然睁开 漆黑的眼眸中金光掠过 待他眼中金光消失之后 小炎偏头望向药老 嗯 开始吧 是时候了 这见着小炎望了过来 药老微微一笑 轻轻点了点头 小炎重重一点头 随后把目光放在那面前的两个玉瓶上 然后再一次闭上眼眸 心神缓缓地沉入体内 在心神的控制之下 小腹处的气旋 忽然开始着高速的旋转 而随着旋转的加剧 气旋之中的子火 竟然被一簇簇的甩了出来 那被甩出的子火 似乎是有些愣神 这前些天还在一起合作的伙伴 怎么忽然就将自己驱赶出来了呢 子火盘旋在气旋之外 将所有被甩之而出的子火吸到一块 最后化成了一团举烈燃烧的子火 就在子火毫无意识地准备着冲击气旋时 气旋之内汹涌的淡黄色斗气 猛然铺天盖地地涌出 把子火包围在其中 然后在硝烟心神的控制之下 拉扯着他们 开始顺着焚厥的运行经脉流转着 在斗气包裹着子火时 子火便是察觉到了危机 当下开始愤怒地冲击着周围的斗气能量 每一次他们冲击之时 都将会有大片的斗气能量烧成虚无 可气旋之内 源源不断的斗气正被输送而出 无论子火怎样焚烧 都逃不出斗气的封锁 在硝烟斗气包围子火之时 他便是彻底地失去了对子火的控制力 不过此时的他也并不在乎 全神贯注地控制着斗气 将子火拉扯成极为细长的火焰 然后飞快地钻进了坟厥的经脉路线中 斗气包裹着子火 刚刚进入这条特定的经脉之中 硝烟浑身便是猛然一颤 额头之上密密麻麻的冷汗 不断地冒了出来 最后是有如糖水一般 顺着硝烟的脸庞一路而下 滴滴答答地砸在了山石之上 硝烟紧咬着牙关 体内经脉中传出的一阵抽搐般的剧痛 几乎让他脸庞有些扭曲了起来 他完全是没想着 即使是有着斗气做初步的防护 资火所造出的疼痛 依然是这般强烈 扶下护卖单 在硝烟咬牙成手之时 药老的轻和声在气耳边突兀地响了起来 听着贺声 硝烟首长毫不迟疑地抓起了面前的小玉瓶子 然后将那枚玉白色的丹药倾倒了出 一把丢进了口中 护卖单一路口 便是化成了一股温润的暖流 从喉咙处飞快地滚进 然后穿过身体 最后在硝烟的心神控制下 迅速地将修炼焚掘所必经过的精美 全部包上了一层淡淡的白色能量膜 虽然这层白色的能量膜极薄 不过它所带来的效果却是极为的显著 在吞下护卖单之后不久 硝烟紧绷的肌肉便是缓缓地舒展开来 扭曲的脸庞也逐渐地恢复了正常 虽然经脉中沃尔还会传出一些灼热之感 不过已经能够在硝烟的忍受范围之内了 逐渐缓解的剧痛 让得硝烟心中松了口气 它很难想象 如果没有这个护卖单相助 它身体内的经脉 以后能不能继续吸收容纳斗气呢 恐怕等将此火完全通过经脉后 自己就会真正的变成了废人吧 果然是家有一老若一宝 心头庆幸地嘀咕一声 药老在心中的地位 此时几乎是无险值地飙升着 有了护卖单的相助 硝烟也是轻松了许多 虽然斗气在此火的焚烧中消耗得极快 但是在硝烟不间断地吞下回气单的助力下 双方倒是勉强地拉平了下来 体内的一切都在紧张的氛围中 出现任何异点的差错 在硝烟包裹着资火 逐渐地运转了接近一半的分掘修炼脉络之后 硝烟的脸色终于是逐渐凝重了起来 因为他能模糊地感觉到随着吞噬的加剧 一丝丝隐隐的烦躁之意逐渐地攀上了心神 察觉到自己心神的变化 硝烟顿时心中一灵 不用要老提醒 便是将面前的冰心丹取出 然后丢进嘴中 冰心丹入体 一股冰凉彻骨的感觉 从喉咙处弥漫而出 心神感受到这股冰凉的感觉 轻轻地打了个哆嗦 那逐渐开始烦躁起来的心 有如残血与赤火一般 飞快地被消融消失 有了冰心丹护卫心神 硝烟终于不用惧怕心灵的失守 当下权力的驱使包裹着子火的斗气 疯狂地运转在经脉之中 随着斗气包裹着子火运转在 焚绝的修炼脉络中 硝烟忽然发现 那强跑在最前面的一律斗气和子火 竟然开始了诡异的融合 不 与其说是融合 更应该说子火正在被焚绝的斗气 逐步吞噬 望着这一幕 硝烟的心头是又惊又喜 看这般状况 他可以真正地肯定一点 那又是这所谓的焚绝功法 的的确确 具有进化的神肖 在淡黄色斗气 与子火即将要通过最后一道 分掘修炼的脉络时 两者几乎已经完全地融为一体 原本淡黄色的斗气 此时完完全全地转化成了淡紫色 而在淡紫色斗气的表面上 还生腾着淡淡的紫烟 不过这个紫烟 已经不会再对经脉造成任何损伤 望着完全转变了颜色的斗气 硝烟的心中充斥着狂喜 努力地指挥着斗气 开始最后的运转 斗气运转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在某一刹那 已经转变了颜色的斗气 终于是冲出了最后一道脉络 他们在体内完成了一道 完美的循环之后 再度地回到了小腹之处 冲出经脉之后 紫色斗气直接就源源不断地 一头冲进了那不断旋转着的淡黄色气旋之中 随着越来越多的吞噬紫烟的斗气 从经脉中凯旋冲出 气旋的颜色也在开始逐渐地 由淡黄色变成了淡紫色 当最后一缕紫色斗气 从经脉中钻出之后 气旋已经是完全地转化成了淡紫色 小腹之处旋转的气旋 骤然停止 然后安静地处理着 与此同时 山洞之中 双毛紧闭的萧炎 眼瞳骤然睁开一阵刺眼的紫芒 几乎有如食指一般从眼中爆射出了半寸之鱼 片刻之后 紫芒消失 萧炎缓缓地偏过了头 望着药老傻傻地 咧嘴一消 成功了 成功了 药老重重地松了口气 微笑着点点头 他已经能够感觉到 萧炎体内比先前几乎雄浑了将近好几倍的雄浑豆腻 见到药老点头确定 萧炎嘴角一脸 刚与狂小出声来宣示着心中的狂喜 可其脸色猛然一变 因为他察觉到天地间的能量 忽然正对着自己是拼命地涌了过来 老师 怎么回事 偏过了头 萧炎有些惊恐地问着 突如其来的变故 同样是让他药老有些惊恶 眉头微皱 然后闪身来到萧炎身前 手掌触着他的身体 瞬间后 苍老的脸庞上涌现了笑意 当真好事不来则已 一来则是七二连三 恭喜你突破斗者 成为斗师的时候 到了 要突破了 萧炎恶然地望着要老 片刻后 方才逐渐地在这番话中回过了神 有些不可置信地狂喜道 嗯 感应着周围天地间激素涌动的能量 要老微微一笑 准备突破吧 这是你的机缘 万不可错过 不然下次想要突破 就不知道要等到何种时候了 激动地点了点头 萧炎根本来不及测量自己进化后的功法 究竟是何种等级 便赶紧地再一次盘膝而坐 双手摆出修炼的印解 然后将心神沉入体内 随着萧炎进入修炼状态 周围天地间涌动的能量也是越来越迅猛 到的最后 萧炎的身体几乎是变成了一个黑洞一般 源源不断地吸收着那疯狂涌进体内的天地能量 心神沉入体内 萧炎心神急忙开始引导着 那些从周身毛孔中钻进来的天地能量 这些能量虽然数量庞大 不过其中蕴含了太多的杂质 必须经过经脉的炼化和提纯 才能将之彻底吸收 不然的话 一个搞不好 说不定还会沾染自身辛苦修炼来的斗气 然而啊 虽然萧炎已经很拼命地控制着那些铺天盖地 而来的能量 不过却始终难以真正地完全将之压制 毕竟那些能量的规模实在是太过恐怖了 万般无奈之下 萧炎只得先行控制一小部分 其他的能量则只能先任由他们在体内 胡乱地篡动着 不过 好在一些要害部位都已经被萧炎严密地防卫了起来 所以他们的胡乱篡动 虽然会给萧炎带来一些疼痛 可却暂时还未造成太大的伤害 在萧炎的吸心引导之下 一部分涌进体内的天地能量 在经脉之中运转了一圈之后 终于是被完全地提炼成了精纯的斗气能量 最后被萧炎灌注进入了那淡紫色的气旋之内 随着这一波凶魂斗气的注入 有如是在平静的湖泊中丢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 捡起了巨大的烂花一样 只见那先前还悠闲旋转着的气旋 随着这一波斗气的能量灌入 猛然间高速旋转起来 而随着旋转的越来越剧烈 一股凶猛的吸力自其终始暴勇而出 此刻萧炎有些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心神已经不能再控制那些进入体内的天地能量 没有了萧炎心神的压制 那些散布在萧炎体内的天地能量 以及外界正源源不断涌进的能量 都在气旋的吸扯之下 开始对其进行着疯狂的灌注 外界煽动之中 随着萧炎体内气旋的高速旋转 他的身体所散发的吸力也是越发恐怖 到的最后 天地间斑驳的能量 居然有如是在萧炎周身脊脏处 形成了具有光泽的能量光幕一般 极为的炫目 要老悬浮在半空中 望着萧炎所制造出的局面 眉头微微一周 这小家伙在搞什么 如此斑驳的能量 也敢直接纳进气旋之中 紧皱着眉头 要老缓缓地吐了口气 压下了心中的一抹焦虑 静静地注视着萧炎 心中确实打算随时出手抢救 因为看现在的局面 萧炎应该是坚持不了多久 在外界 要老有些疑惑与焦虑之时 紧闭着眼眸的萧炎 心中同样是有些惊慌了起来 因为他发现 随着外界能量的疯狂涌进 而且由于没有心神的控制和疏解 自己的精脉 竟然已经隐隐出现了 胀痛之感 若是在这般疯狂地吸烈下去 恐怕自己难逃 精脉胀装裂的危机 混蛋 给我停下来呀 没有丝毫阻拦之力的萧炎 只能用心神不断地对着高速旋转的紫色气旋 咆哮着 也不知道是否咆哮起了作用 那高速旋转的气旋忽然是微微一致 不过还不等萧炎惊喜 气旋再次以更加凶猛的速度 疯狂地旋转着 靠 这见着气旋这般举动 萧炎直接起得是破口大骂 然而这骂声刚落 他却是猛然发现 那紫色气旋的表面 随着他的高速旋转 竟然开始逐渐地缭绕上一层紫色火焰 气旋的速度越来越快 紫火也是越来越浓郁 而此时 散布在身体各处位置的天地能量 终于是胡乱地穿过了一些经脉 到达了小腹的位置 然后铺天盖地地对着气旋涌去 心神愣愣地注视着那些汹涌而去的天地能量 萧炎在心中是哀嚎了一声 若是被这些充满着杂质的能量 冲进气旋之内 那里面自己辛辛苦苦修炼来的斗气 便是要全部毁掉 就在萧炎绝望的心神注视下 汹涌来的天地能量 终于是开始接触到了气旋 不过就在他们沾染到紫色火焰时 一遍斗生 只见原本不闻不火的紫色火焰 此刻有如被挑衅到的尊严一般 轰然间腾起了接近半吃的紫火 而那些蜂拥而来的天地能量 在接触到紫火之后 庞大的体型极速缩减 只是眨眼功夫 一团团庞大的天地能量 竟然被紫火断烧成了 一滴滴只有支甲盖大小的能量液体 紫火在将这些能量中的杂质 断烧完毕之后 居然犹如有灵性一般 避开了这一滴滴的精纯液体能量 任由它们直直地撞进了气旋之中 液体能量投射进入 急速旋转的紫色气旋中 顿时荡起了一圈圈的能量涟漪 在萧炎心神的注视下 他忽然发现 随着那一滴滴的液体能量投入 紫色气旋的体积 竟然在诡异的缓缓变小着 紫色气旋的体积越来越小 不过萧炎却并未太过担心 因为他同样感觉到 随着气旋体积在变小 可气旋之内所蕴含的斗气 却是越来越浓郁 感受到越来越浓的斗气气旋 萧炎这才是缓缓地 放下了惊恐的心情 安静地望着气旋的举动 在第一波天地能量被紫火炼化之后 其余的天地能量不仅被因此消散 反而因为气旋所释放的狂暴吸力 一股股斑驳的天地能量 几乎是用灌水一般的方式 恶狠狠地对着萧炎身体内部是冲涌而来 面对着这似乎永无止境的灌注 紫色的气旋更是直接敞开了怀抱 那是来者不拒 不过只要进入到紫火的攻击范围 不管是任何能量 都会被紫色火焰凶猛地炼化成 一滴滴的精纯能量液体 最后 犹如在消炎体内下起了小雨一般 源源不断地滴洒进气旋之中 有了极为精纯的能量支持 气旋之内所释放出的吸力 一波强于一波 到的后来 即使是外界的要老 也对这种狂暴的吸力 微微地动容起来 在这般天地能量的冲刷下 消炎是忽然发现 体内的筋脉以及骨骼 在这种冲刷吸力中 变得是越加坚韧宽阔了起来 事情到了这一步 消炎几乎已经插不上半点手了 一切的东西 全部由那紫色的气旋在操控 不过好在的是 这古怪的家伙 并没有真正的胡乱瞎搞 不然消炎还真的是自认倒霉 心神在体内徘徊中 消炎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精脉 正逐渐地在这一波波接连 不断的天地能量冲刷中 变得坚韧起来 这种近乎于升华般的快感 几乎让得消炎舒畅地 发出了声来 煽动之中 要老望着消炎呢 略带着几分舒畅笑意的脸庞 也终于是缓缓地松了口气 笑着摇了摇头 看情况 似乎这小家伙的体内 出现了一些外人所不知道的神奇事情 不然他也不会露出这般淫荡的神色 当然了 现在的消炎自然不知道自己书上的表情 在要老的心中 已经变成了淫荡的专属 因为他现在的心神 几乎已经完全被那旋转速度越来越快的紫色气旋吸引了过去 在不知道吸收了多少滴精纯液体的能量之后 现在的紫色气旋 已经不足消炎的巴掌大小 然而其表面上所覆盖的紫色火焰 却是越来越浓郁 丝毫不见减弱的意思 在消炎心神的仔细注视下 消炎能够模糊地发现 那气旋之中 似乎隐隐地出现了一些液体状的东西 在继续贪婪地吸收了好万赏后 那高速旋转的紫色气旋猛然停滞 停顿了瞬间之后 居然开始以反方向旋转了起来 望着这忽然间转向旋转的气旋 消炎在恶然之余 也是在心中祈祷他千万不要乱来啊 或许是听到了消炎的祈祷吧 紫色的气旋反向旋转 并未带来什么破坏力 不过那些本来是要滴向气旋之内的精纯能量液体 却是被反旋的力量四面八方的弹射而出 这些四射的能量液体 被紫色气旋几乎甩变了全身的每一个部位 而每当液体能量沾染到经脉骨骼血肉之后 消炎便发现 这些能量竟然缓缓地融入了气中 心神轻呼了一口不存在的空气 消炎心中涌上了一阵狂喜 他能够感觉到随着那些液体能量的侵入 他的每一块骨骼血肉都几乎是在有如蜕变一样 逐渐地充满着雄魂的力量 气旋的反向弹射足足持续了十多分钟 方才缓缓停止 随着气旋旋转的逐渐停止 消炎体内的狂猛犀利也在开始减弱直至消失 在犀利消失的刹那 山洞中盘腿而坐的消炎猛然睁开了双眸 煞事件背后黑发无风自动 身上的衣衫无风自顾 一股比几个小时之前强横了好几倍的凶寒气势 在其体内苏醒一般的散发而出 感受到消炎体内散发出的气势 耀老微微一笑 恭喜你 从今天开始 你便是一名真正的斗士 身体上那鼓鼓的衣衫持续了好片刻之后 放在缓缓的贴在消炎的皮肤 一口将体内排出的灼气吐出 消炎站起了身 转头望着一旁 笑眯眯的要老 也是咧嘴一笑 脸庞上的洗衣难以掩饰 一年左右的时间 他终于从斗者晋升为了一名真正的斗士 其中不知挥洒了多少的汗水和努力 方才有了今日的化剑成功 成为斗士 也就代表着消炎脱离了大众等级 虽然斗士这种级别在大陆上依然只能算作偏下的阶层 不过比起垫底的斗者来说 确实要强横于高级许多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消炎此时还年轻 他还有大把的奋斗时间呢 拳头紧了紧 一股前所未有的充沛力量 流淌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直到今日亲身踏入斗士阶层 消炎这才明白 斗者与斗士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么巨大 想起了当日与木蛇的战斗 此时的消炎呢 心中不由的生起了些许庆幸 当初若不是有着要老教导的地阶斗机 让是自己再如何蹦的 也绝对难以击败木蛇 更别说是将之击杀了 立在原地 消炎忽然平坎出右掌 然后猛人一握 顿时紫色斗气 猛然浮现在身体表面 斗气浮现而出之后 忽然再次收敛 瞬间后 居然是缓缓的贴在了消炎的衣衫之外 有如形成的一层斗气防御一般 或者是因为消炎吞噬了紫火的缘故 在这件斗气防御之上 还能够由肉眼隐隐约约的看见其上面 生腾的点点紫火 斗气杀衣 斗尸强者的招牌技能 同时也是最为实用的技能 在与木烧战斗的时候 消炎便见识过它巨大的作用 以前的消炎 虽然也能够召唤出斗气杀衣 不过那只是局限于局部的覆盖身体 想象现在这般完全的覆盖 那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 而且 以前消炎所召唤出来的斗气杀衣 对于速度防御攻击等等 是没有半点的增幅作用啊 只有成为一名真正的斗师之后 所召唤出的杀衣 才具备这种 让每一位斗者都垂涎万分的 战斗辅助功能 望着身上 这颇为威武漂亮的紫色火焰杀衣 消炎是满脸的心细 狐狐生风的 快速的打出几拳 经过先前天地能量的洗刷强化 此时的它 仅仅凭借肉体的力量 就能够使得拳头 带出尖锐的破风之声 望着那兴奋不断试探着斗师力量的消炎 耀老笑着摇了摇头 待它逐渐的平静下来后 方才问着 看看坟居进化没有 什么级别了 终极还是高级 耀老的询问声 让得消炎停止了急速挥机的拳头 点点头 然后再一次缓缓地闭上了眼眸 心神再次沉入体内 心神沉进体内迅速地来到了小福丹田处 此时原本这里硕大的淡黄色气旋 已经完全被转化成了一个不足消炎巴掌大小的紫色气旋 心神在这小小的紫色气旋中扫过 消炎忽然发现 在那气旋之中 竟然缓缓地流淌着十几滴细小的紫色液体 这些紫色液体在气旋中盘旋而动 就有如是湖泊中的小鱼一般 心神好奇地侵入了紫色气旋 然后悄悄地包裹着一滴小小的紫色液体 略微感应一下之后 消炎的心中逐渐泛起了一抹狂喜 因为他发现这些紫色细小的液体之内 竟然蕴含了极为充盈的雄魂能量 发现了紫色液体的奥妙 消炎的心中对斗师与斗者之间的巨大差距 再一次清楚地了解了一些 当下发生了一声感叹 斗者级别的气旋就有如是一个气球 而斗气便是类似于空气一般存储在体内 而这个气球有着属于它的临结点 一旦里面所充斥的斗气到达了充盈的地步 那便再也容纳不下多余的斗气 如果偏要强行硬塞的话 那么气旋就会如同被空气涨破的气球一般 砰的一声爆炸开来 从斗者晋升到斗师 最大的好处便是气球之内充盈的斗气将会经过再度转换 化成一滴滴 比单纯的斗气更浓郁 更复杂 更精纯的液体能量 当斗气被转化之后 这气球之内所蕴含的斗气质量与数量都是瞬间暴涨了许多 所以拥有这般巨大的斗气存储气的斗师 自然远非普通斗者可以比的 两者在斗气的等级之上更是天差地别 心神缓缓地从气旋中退出 经过先前的探测 硝烟能够知道 别看这些液体能量体积不足支甲盖大小 但若是要转换的话 恐怕需要未成为斗师之前的 自己气旋内的三分之一的蛋黄斗气 这才有可能转化出这么细小的一滴液体能量 由此可见 这小小的一滴之中蕴含着何种可观的能量 注视着缓缓旋转的气旋 硝烟的心神微动 一缕紫色斗气便是从中流淌而出 然后顺着焚厥的功法运行路线开始了奔涌 随着斗气在特定的经脉中流淌 硝烟能够发现 外界的周身空间内也开始渗透出一缕缕糊属性能量 然后透过硝烟的皮肤最后钻进经脉之中 被紫色斗气携带着完成了一个功法的完美循环 完成一个循环之后 硝烟察觉到 现在那缕从气旋中分出的斗气 比之前几分钟雄魂和充盈了许多 变得雄魂的斗气在完成循环之后 便是再度钻进了气旋之内 而在他进入气旋的刹那 硝烟身体微微一颤 他终于是缓缓地睁开了眼眸 望着那充满着气盘的药老 不由地耸了耸肩 有些无奈地说 黄极终极 只精化了一击啊 黄极终极了 预料之中 这听到硝烟的话 要了却并未感到有什么失望的 望着前者郁闷的神色 不由地微微一笑 功法的进化需要能量极其庞大的异火 你这磁火本来就没有达到条件 能够让功法勉强地进化一击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而且依靠焚绝的特意 虽然功法只到了黄极终极 可就算是比起高级功法 那也是不遑多让 该吃足了 闻言 硝烟只能是苦笑着点点头 虽然他也知道有些不可能 不过心中还依旧期盼着奇迹出现 让功法直接蹦成玄节功法 现在看来啊 这奇迹还真是够虚幻的 唉 异火 吞噬此火便是让我吃尽了苦头 可所取得的成效 却并不是极为显著的 若是真正地遇见了异火 究竟是谁吞噬谁 还不好说呢 无奈地摇了摇头 硝烟虽然没有亲身体验过异火的威力 不过在看药老炼药的时候 他依然还是能够隐隐约约地察觉到 那白色的近乎阴森的火焰 究竟有多恐怖 狠狠地甩了摔头 硝烟将心中的一抹腿丧弃 不管怎么说 功法是真的进化了 而自己的时间还有很长 总之 一步步地来 他相信 总有一天能够吞噬到真正的异火 将焚绝进化成那存在于传说中的 天阶功法 见着硝烟逐渐地从郁闷中恢复过来 耀老含笑说道 既然你如今已经成为一名斗师 那么我们魔兽山脉的修行也该结束了 那便走人吧 反正我看着破山也实在是烦了 明日便动身吧 耀老沉吟着点了点头 散散时间 距离去赴云兰宗的三年之约 已经只有不足八个月的时间了 第一百一十五集 文言 硝烟身体微顿 目光扫向山东外面的夜空 半山后 这才皱起了眉头 也不知道他如今到了什么级别了 放心吧 剩下的时间 虽然不能让你成为一名大斗师 不过 紧急在斗师的程度上 提升起兴 却还不是太过困难 话到此处 耀老 微微一顿 而且 就算到时候 他真的因为一些其他不可预计的原因 而导致实力暴涨到远远超过你的程度 可你也要相信 我这把老骨头 不只是光会说大话而已 这加玛帝国内 还真没几个让我能看上眼的人 即使那云兰宗宗主云运的实力 能够排在加玛帝国强者之列的前三 我可从来没有怀疑过老师的能力 您说行 那我自然是相信的 被种下一枚定心丸 硝烟也是轻松了很多 当下是讨好的笑着 白了满脸讨好笑容的硝烟一眼 耀老一挥手 明日便动身离开某兽山脉 我们的下一站 是加玛帝国边境处的塔格尔大沙漠 事先提个醒 那里的修炼将会远远比魔兽山脉 艰苦与危险许多 你还是事先有些心理准备吧 塔格尔大沙漠 我那两位哥哥似乎就在那附近 若是有空 还可以顺便去瞧瞧 咧嘴笑了笑 硝烟时拍了拍胸口 对着要老保证着道 只要能够让我没有任何后遗症的快速提升实力 任何苦袖都撂我身上来吧 嘿嘿 好稚气 耀老则是黑黑一笑 眼角不怀好意地瞟了一眼硝烟 希望你到时候不会打腿堂鼓 不过到了那地步就是你想打 我也会强行把你给踢回去 善善地笑了笑 硝烟明智地保持着沉默 好了 回去休息吧 明天一早便动身离开 耀老刚雨回到戒指之中 身体忽然一顿 沉吟了片刻 当年我曾经去过塔格尔大沙漠 因为我听说那块大沙漠之中 似乎隐藏着一种疑惑 不过可惜当年我并未寻找到 如果此次你运气够好的话 说不定有点机会 话到此处 要老看也不看双眼猛然打亮的硝烟 身躯一晃便是钻进了戒指之中 异火 拳头有些激动地紧握着 硝烟转身对山洞之外行去 尝试过紫火的威力之后 他对那更加凶猛与恐怖的异火 也是变得更加渴望了起来 一定要得到它 从山洞上跃下谷底 硝烟目光在谷中扫了扫 发现那小茅屋之中 灯火依旧通明 在茅屋之外 身着俗衣白犬的窈窕身影 正坐在小椅子上 斜靠着门板 接住着火光 低头沉迷在手中的七彩卷轴之中 此时听到了响起在不远处的脚步声 小一仙微醋着柳眉 将视线从卷轴上移开 望着那在月光的照耀下 缓缓走过来的少年 不由得微微一笑 修炼完成了吗 屋内还有热热的食物 听得这般温软细语 萧炼的心头则是微微触动了一下 这番话 这番场景 就有如是那久带着丈夫归来的小妻子一般 轻柔的话语中 蕴含着等待和关切 脸庞上的表情 越加柔和 萧炼走得进来 一屁股便坐在小一仙的身旁 偏头望了望 她手中的七彩毒精 然后目光在那张俏眉的脸颊上扫过 片刻后 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眉头微皱 有些无可奈何的轻叹了口气 伸出手来 将小一仙红润小嘴旁的一丁点 难以察觉的黑色粉末擦下 苦笑着 摇了摇头 看小一仙的这般状态 很明显 在萧炼修炼的这段时间里 她又服了毒药 望着萧炼的举动 小一仙俏脸先是一红 紧接着 看见了她手指上那丁点的黑色粉末 顿时怯怯地将目光移了开去 一开片刻 她又是赶紧地从怀中掏出一条白色的丝巾 小心翼翼地 将萧炼手指上的黑色粉末全部擦进 我明天或许就得走了 望着那擦拭着毒粉的小一仙 萧炼忽然说道 擦拭着玉手 微微一僵 片刻后恢复了柔软 小一仙 微微点了点头 轻声说着 在这里停留了这么长的时间 也的确该走了 你离开这里后 打算先去哪儿 沉默的气氛 持续了一会儿 萧炼笑问着 将她打破了去 我想 离开加玛帝国之后 我或许 会去出云帝国看看 然后四处游离大陆 小一仙抢左微笑 出云帝国 心中 尼南了一声 萧炼再次苦笑了一声 即使她也从没去过那个帝国 不过 她也能知道一些 关于出云帝国的消息 在那个帝国之中 毒师的数量 要比其他任何帝国都要多 我会去塔尔戈大沙漠继续修行 那里在加玛帝国的东部边境 而出云帝国 则是在加玛帝国的西部 所以 明天动身的话 我们便得分开了 萧炼揉了揉额头 抬起了头 望着天空上的星星 哦 微微点了点头 小一仙明显情绪有些不高 低声说道 那希望你保重吧 明天一别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够见面了 说不定以后的日子 我会不再回来 不过也不一定 如果日后的我 走到那人神共愤的地步 我会回到这个小山谷 然后 等着这恶纳毒体的命运终结 望着小一仙 那有些悲哀的光洁侧脸 萧炼 微微张了张嘴 想要说点什么 却是吐不出话来 毕竟啊 听药老所说 当年那位拥有恶难毒体的女人 便是干出了 这种经历的灾难事件 沉默了半晌后 萧炼 也只得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欠慰道 不会的 虽然恶难毒体成熟后 会有些可怕 不过 只要你能够多自控一些 不要一怒之下 尸毒杀个十几万人的话 应该不会有谁不长眼的来招惹你吧 苦笑了一声 小一仙 微微摇了摇头 却是保持了沉默 她并没有告诉萧炼 如果恶难毒体 一旦成熟之后 其体内的毒素 会使得主人偶尔间的精神有些错乱 如果出于那种状态之下 小一仙也并不能保证 会不会真的做出什么恐怖的事情来 轻甩了甩头 小一仙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在萧炼疑惑的目光中 起身走进了小猫屋内 片刻后 拿出了一个精心包装的香袋 和一个小玉瓶子 这里面的东西 名为落魂伞 不过 虽然名字有些吓人 但是并不是纯粹的毒药 这是我在七彩毒经中找到的 也是现今为止 我能炼制的最高级药粉 扬了扬香袋 小一仙微微一笑 哼 这落魂伞 能够发出极其刺眼的气味 而且我在里面加了一些特别的东西 如果日后你遇到你解决不了的强者 可以将它撒向对方 在出气不备的情况之下 即使对方是一名大斗师 那也会将药粉所释放出的刺激味道 给暂时性的封闭视线感官 而这段时间 你就趁机逃生吧 有些好奇的接过了香袋 小言想要打开 却被小一仙赶紧的阻止了下来 同时把手中的玉瓶也递了过来 这些毒药可不会分什么敌我 你在使用它的时候 最好把我配置的解药吃了 不然你的视线功能 同样会被暂时的封闭成瞎子 善善地缩回了手 小言小心地将两种东西收好 说不定在日后的某一天 还真的会用上它们也说不定呢 将这些东西递给小言之后 小一仙又从怀中摸索出一个玉瓶 将它丢向了小言 塔格尔大沙漠里面是美杜杀蛇人的地盘 它们最擅长的便是蛇毒 这是我炼制的解毒丸 虽然不可能完全抵御蛇毒 不过一些实力不强的蛇人的蛇毒 倒是能够顺利地解去 摩擦着还带着点点温暖温度的玉瓶子 小言唯一唯一笑 虽然这解毒丸对它这个炼药师来说 没有什么用处 可小一仙的这番心意 却让它有些感动 好了 我也就这些东西了 全都给你了 别想家博削我 弹了弹手 小一仙冲着萧炎是俏皮的道 萧炎笑着点了点头 伸出手指在纳戒上一摸 同时一个小玉瓶出现在掌心中 玉瓶中还装有七枚回气灯 是先前萧炎时所遗留下来的 抬起了手中的玉瓶 萧炎将它称着小一仙是扬了扬 随后微微一笑 想必你在青山小镇 还没有见过真正的丹药吧 闻言 小一仙灵动的双眸 微微一亮 紧听着萧炎手中的玉瓶 惊声道 这里面装的是丹药 送给你了 笑着点了点头 萧炎也将之抛向了小一仙 背后者赶紧小心翼翼的接住 小心一点啊 摔坏了怎么办 接住了小玉瓶 小一仙称怪的白了萧炎一眼 然后赶紧的揭开了瓶盖 匆匆倾斜着 倒出一枚略微有些碧绿色的圆润丹药 放在翘鼻子下 轻轻的嗅了嗅 清新的咬香 让小一仙略微有些沉醉与心酸 这种味道 她曾经追求了很多年 可惜啊 到头来 她却只得闻到毒药的行为 这就是丹药吗 果然不是我用普通火焰粗糙的 将药材融合在一起 可以相比的呢 望着丹药表面的圆润光泽 小一仙叹了口气 有些无奈地说 好了 送给你丹药 又不是打击你 丹药名为回气丹 它能够快速地恢复体内所消耗的斗气 与人战斗时 有回气丹的相助 那可能省不少的力气呢 这瞧着小一仙 自怜自爱的模样 笑颜摇了摇头 难怪上次和牧蛇战斗时 你竟然能支撑那么久 原来是有这种宝贝 不客气地收好了玉瓶 小一仙微微一笑 笑颜也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斜靠着门板静静地抬头 望着漫天的星辰 被安静的气氛所感染 小一仙也沉默了下来 玉璧还着修长的双腿 灵动的毛子 与天空上的星辰 同时悄悄地闸动 月色迷人的幽谷中 一男一女 安静地仰望着星空 直到天空上的月亮 逐渐地暗淡之后 睡意涌来的两个人 这才相互依偎着 靠着门板 缓缓地沉睡了过去 当第二日 硝烟逐渐从沉睡中 苏醒过来时 却发现自己不知道 什么时候 已经是躺在了床榻之上 片头在空荡荡的房间中扫过 狠狠地甩了甩头 将睡衣从脑中驱逐 然后坐起了身 走出小屋 出了小屋子 硝烟这才发现 小谷的空地之处 蓝鹰正在缓缓地盘旋着 嘹亮的鹰蹄声 不断响彻着 似乎特意知道 今日即将离开这里一半 你醒了 就在硝烟盘寿寻找时 清脆的女子声响 忽然从左边传来 偏过了头 硝烟望着那跨着花篮 采集了一篮子药材的小一仙 不由地笑着摇了摇头 伸出了手 在怀中摸了摸 最后摸出一枚 在乌坦城拍卖会所得的那剑 上前两步 抓起了小一仙的御手 将之套了上去 算是送别的礼物吧 有了它 你储存药材也方便一些 把弯着手指伸的那戒 小一仙微微一笑 虽然知道这东西很是昂贵 不过她却并未拒绝 将花篮中的药材 一株株地小心收紧那戒中 然后再把七彩毒精等等东西 全部装了进去 这才抬起头 对着硝烟揉声道 你不去准备点药材 出去后 可再难寻到这种好地方了 前两天就准备好了 得意地 扬了扬手指上的那剑 硝烟一笑 美眸盯着硝烟的灿烂的笑容 小一仙翘鼻一挺 随后将手中的竹手 放进了红润的小嘴中 轻轻一吹 淡淡的声波 穿上了云霄 听着声波 天空上的蓝鹰 顿时盘旋而下 霜一山洞之间 已经来到了两人的面前 走吧 最后一次的同城咯 小一仙向前走了一步 落落大方的 将柔软的胶躯贴着硝烟 唯唯一笑 硝烟伸出了手臂 揽住那看似 若不禁风的柳妖 脚掌在地面一蹬 俩人的身形 便是猛然拔底而起 最后稳健地 落在了蓝鹰的背上 站在蓝鹰背上 硝烟望着越来越渺小的谷中某屋 轻轻地叹了口气 喃喃地说着 再见了 第116集 魔兽山脉东部 某处外围边缘地带的山栏之上 站在一处山顶上 硝烟抬头望着天空上盘旋的蓝鹰 对着蓝鹰背上 亭亭玉立的白裙女子 扬了扬手 大声地笑着 小医仙 就在这里分别吧 日后有缘再见 保重 小颜 低头盯着山坡上的少年 小医仙微微一笑 笑容中有着些许不舍 在最后一次挥手之后 终于是不再停留 驾驭着蓝鹰 调转身形 在一声嘹亮的鹰蹄声中 对着西方天空是飞绿而去 站在山顶 硝烟视线 一直目送着那道淡蓝色的影子 消失在远远的天边之后 方才是缓缓地叹了口气 这一遍啊 也不知道下次再见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而且再见的时候 或许会有些物是人非的感觉吧 脸蓬上略微有些落寂 不过片刻之后 被硝烟甩了甩脑袋 将之丢了出去 站在山顶许久 硝烟带的心情平静一些 这才是背负着巨大的玄中尺 专身对着山脚走去 硝烟此时所在地 并非在青山小镇的范围中 这种小镇 在魔兽山脉附近并不罕见 距离此时硝烟最近的一所城市 是坐落在加玛帝国东部省份的一座大型城市 其规模比起乌坦城来说 还要更加的雄伟一些 这要算起总体实力 这一座名为黑岩城的城市 在加玛帝国的所有大型城市中 都能名列前茅 而硝烟此行的首要目的 便是先赶到黑岩城 因为呀 只要这种大型城市 才被帝国配有民用的飞行陨输队 毕竟魔兽山脉 与东部边境相隔太远了 这若是让硝烟自个儿步行前去的话 恐怕至少需要四五个月的时间 而此时的硝烟 却并没有这个时间来挥霍 所以他必须要前往黑岩城 乘坐飞行陨输队 到达帝国的边境 当然了 硝烟呢 也能够直接使用紫云椅飞过去 不过 虽然他现在已经晋升为了一名斗士了 不过凭此 就想要横垮大半个加马帝国 却还是有些不太可能 而且 自己使用紫云椅飞行 太容易惹人注目了 加马帝国这么大个 隐藏的强者并不在少数 他可不想 给自己招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原因嘛 那自然是太浪费时间了 如上所说 他现在最紧缺的 那就是时间 行下了山顶 硝烟来到附近最近的一座小镇之上 略做休整 便是聘请了此地速度最快的一辆脚马车 然后马不停蹄的 对着黑岩城市快速奔驰去 虽说这座小镇 是距离黑岩城最近的地方 可绕是如此 马车也足足赶了大半个下午的时间 方才隐隐地看见黑岩城的巨大的轮廓 硝烟站在马车之上 望着那在夕阳的余晖照射下 反射出淡红色光泽的巨大城市 微微地松了口气 马车行得近了 硝烟这才发现 这座城市的巨大城墙 竟然完全是由一块块 整齐的黑岩搭建而成 听那名驾驭脚马车的老人说 这里的城墙曾经抵御过 两名斗王强者的合力硬工 而未曾被撼动 那么由此可见 这城墙的防御程度 究竟有多么强横了 脚马车在城门口 缴纳了水之后 便是顺利地被放了进来 通过有些黑暗的城墙通道 片刻之后 视线是豁然开朗 喧哗鼎沸的人声 铺天盖地地灌进了耳朵 让得错不及防的硝烟 脑袋微微发胀 头脑有些眩晕的 在老人笑眯眯的目光注视下 下了马车 硝烟将车前抚轻之后 然后望着扬长而去的马车 愣愣地站在了街头 望着周围那有些拥挤的人群 习惯了幽谷中安静的硝烟 心里边忽然有些不知道 自己该干什么了 先找个地方住一夜吧 不知道这黑暗厂 有没有炼药师工会 如果有的话 最好去测试一下 看能不能达到二品阶级吧 此刻 药老的声音忽然在硝烟的心中响起 啊 去炼药师工会 这让硝烟一愣 愕然地说 那不是会暴露我炼药师的身份吗 闻言 药漏有些乌云了 办上后 方才是有些哭笑不得 我似乎从没叫你隐瞒炼药师的身份吧 一切都是你自己喜欢隐藏起来的 我知道你喜欢低调 可你要知道 炼药师最让人害怕的 并不仅仅是他们能够炼制丹药 而是因为他们有着一种极其庞大的关系网 而连接这关系网的线条 便是炼药师的身份 毕竟很多强者都需要丹药 而他们需要丹药 则要请炼药师帮忙 一旦这人情欠了下来 日后这位炼药师遇到什么麻烦 这些强者不是最好的打手吗 当年的我 曾经被人找上门来报仇 对方那次来了一名斗宗 三名斗黄 五名斗王 想知道后来怎么样吗 话到此处 忽然就顿着 要老笑眯眯的说道 这最重要的部分被截住了 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 怎么样了 后来我发了灵魂通讯 这东西你日后就能知道 然后就跑来了三名斗宗 八名斗黄 十二名斗王 十八名斗灵 在其他的那些我就没记了 而那结果你可以想象 要老则是微微一笑 走动的脚步骤然顿住 萧炎缓缓地抬起了头 轻轻地洗了口气 三名斗宗 八名斗黄 十二名斗王 这种恐怖的阵容 毁灭一个帝国 或许都没有问题了吧 炼药师 真的拥有这么巨大的能量吗 嗯 所以有时候 将炼药师的身份暴露一下 并没有什么害处 嗯 伺慧有点道理 那明天便去廖药师工会试试 能不能晋升到二品廖药师吧 依然是有点迷茫的 烧了烧脑袋 不过萧炎呢 也算是点头硬了下来了 他不是那种过于强求的人 如果有机会让某位强者欠他人情 他自然会把握 不过 要是没有的话呢 也没什么好焦虑的 嗯 另外若有时间 去此地的拍卖会看看 若是有三斤魔盒的话 尽量拍卖下来 又老则是略意沉吟 虽然我们还并没有找到任何一种疑惑 可却得世间将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弄好 不然到时候万一侥幸遇见了 恐怕就会失去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三斤魔盒 是炼制血连丹的最后一种材料了吧 萧炎缓缓地行走在街道之上 目光随意地扫过了周围的一些店铺 最终则是询问着 嗯 想要吞噬一火 至少需要三种必不可缺的东西来辅助 而血连丹则是其中之一 血连丹 这是让你接近一伙的必备之物 没有它的防护 别说是你这小小的斗师 就算是一名斗黄强者 那也不敢轻易地接触一伙 冰灵寒泉 如果说血连丹是保护外体的话 那么这冰灵寒泉便是护卫你的体内 它能够保护你在炼化一伙的时候 不会被后者那毁灭性的温度 焚烧成虚无 最后一种名为纳磷 这东西能够在你体内开辟一个特殊的小空间 而这小空间 则是用来储存一火的地方 毕竟以一火那种毁灭性来说 如果你没有将之彻底炼化 那么除了这种虚无的空间 其他的任何东西都将会被瞬间焚烧 包括你的气旋以及身体 不过纳灵很有些少见 说起来它还和纳界有些关系 可这种纳灵只有在最高级的纳石中央位置 才有可能寻找到 你要知道高级的纳石是制造高级纳界的必备材料 所以它的稀少长度可想而知 并且纳灵存在于高级纳石中的几率也不是很高 嗯 你现在应该能知道纳灵的稀有长度了吧 萧炎张了张嘴 满脸的呆滞 扮上后哭笑着摇了摇头 啊 兵灵 韩泉和纳灵 这两种东西我听都没听过 你要我去哪找啊 纳灵你倒不用太过担心 当年我在寻找异伙石刚好多背了一丁点 所以你现在唯一还缺少的便是冰灵韩泉与三界魔盒 要老做事微微一笑 呃 冰灵韩泉那东西在哪能得到啊 极冷之地或者极热之地 啊 极热之地也能有 物极必反 正是这个道理 当然 你如果运气够好的话 说不定能从别人手中或者拍卖场中得到 不过 我想几率应该不大 毕竟只要稍稍实货的人 都知道那东西的稀有 一般不会轻易拿出来 哎 如果凑不齐这些东西 可我们又好运的遇到了一伙 那怎么办 萧炎的眼珠子 则是转了转 那就撤 放弃此次的机会 不管他有多难得 没有这三种必备的东西 面对一伙 瞻折即死 要老的声音中没有丝毫犹豫 难道就没有其他代替的东西了 硝烟确实有些不甘 有 不过 这三种东西使我经过无数次实验 方才挑选出来最适合炼化一伙的辅助之物 不客气的说 如果你说 你有能大幅度提高炼化一伙成功率的材料配置 很多炼药师 他们都会花上你目瞪口袋的价钱来换取 要老的声音中略微有些慈奥 想必这三种材料真的是费了他不少的心血 苦笑着摇了摇头 硝烟的脚步在一处宽敞豪华的旅馆之外停下 微微一摊 好吧 我尽量收取一下三间魔盒与冰林寒泉 不过 至于究竟能不能得到 我便不能肯定了 现在我们还是先歇息一完吧 明天去炼药师工会之后 便逛逛此地的拍卖会吧 希望不会让我们失望 第二日 清晨的地抹余晖 刚刚撒向大地 硝烟便是糟糟的就出了旅馆 并且在出来之时 还顺便打听了一下炼药师工会的位置 行走在清晨的街道上 硝烟想起了先前在打听炼药师工会的位置时 那老板露出来的精致和谄媚的神色 便是案子有些好笑和感叹 可来啊 炼药师这种高贵的身份 的的确确已经深入每一个斗气大陆的人心了 不然这些人也不会在提起炼药师工会时便露出那般敬畏的神态了 黑炎城 不愧是能够在加玛帝国内名列前茅的大城市 虽然此时是清晨 这大街上依然是一片繁华 人声鼎飞 而且啊 偶尔还有着护卫军整齐的走过 铠甲互相碰撞的整齐声音 在清晨的上空清脆的响起 有如沉中一般 顺着旅店老板所说的路线 硝烟慢慢的转过了几条颇为修长的街道 这转了好半上之后 方才是缓缓的停下了脚步 抬着头 望着这栋出现在眼前显得大气磅礴的建筑物 这栋房屋造型颇为别致 整个外形大致看起来就如同是一个药顶一般 在房屋的周围还设置了 有如药顶通火口一般的窗户 高高的房顶之上 硕大的顶盖扑扑而下 将整个房间掩盖其下 目光下移 落在了淡紫色的檀香牌匾之上 五个字迹 隐隐有些模糊的古朴字体 闪烁着淡淡的豪光 炼药室工会 嘴中轻轻的喃喃了一句 硝烟片头死下忘了吗 发现所有路过这栋别致建筑的人 大多都会对牌匾投去一抹敬畏的目光 当然了 也有一些路人 对着一直傻傻的 屹立在炼药室工会外面的硝烟 投去了些许诧异的视线 没有理会周围的目光 硝烟手掌轻轻的摸了摸背后的玄中尺 然后这才对着炼药室工会大步行去 走进了门口 两名早已注意他很久的全副武装的大汉 却是伸手将之拦了下来 嗡声嗡气的说着 小兄弟 这里是炼药室工会 你要进去 可有自己导师的介绍信 介绍信 闻言 硝烟一愣 心头有些疑惑的轻声问道 老师 那介绍信是啥东西啊 这个 我也不知道 斗骑大陆上 每个帝国都有自己的炼药室工会 而且 彼此的规矩也不一样 我以前很少来加码帝国 所以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戒指中 耀老同样是有些恶人 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在校园有些苦恼之时 一阵香风忽然从后面扑来 在她的感应中 这阵香风的主人 似乎没有闪避的意思 微微地皱了皱眉 萧嫣只得将挡在门前的身子 让了开来 第117集 萧嫣只刚刚让开 一道娇小的倩影 便是急匆匆地 停在了她先前的地方 然后 离也不离一旁的萧嫣 回转过头 对着后面 是娇声喊着 老师 你快点吧 哎呀 我说丫头 你这大清早呢 这么急做什么呀 说不定现在呀 福克兰那老家伙 还没起来呢嘛 苍老的声音 有些无奈地 从后方响起 萧嫣微偏过头 目光扫向那名 踏着拦散步子 缓缓走过来的老者 眼珠子转了转 最后停在她胸口的徽章上 只见那古朴的药顶表面上 竟然精心地绘制着 四条银色波纹 四品压师 心头诧异地 呢喃了一声 萧嫣再次偏头 望着那站在 不远处的紫衣少女 女子的年龄 获在二十左右出头 一张娇俏的俏脸 也是美丽动人 身躯略显有些娇小 不过发育的 倒是颇为让人惊讶 这该吐的吐 该凹的地方呢 也凹了 丰满成熟的郊区之上 穿着一套紫色的紧身 炼药师服袍 这般看上去 很有些高贵的制服味道 毕竟啊 炼药师的服饰呢 可不能随便地穿戴 不过 虽然穿着炼药师的服装 但在她的胸脯位置 却并没有任何代表着 品阶的徽章 女子一头长长的青丝 被一条紫带竖着 而后一直垂落着胶臀上 这甩动起来时 轻轻地拍打着 那圆润挺翘的乡臀 轻微的滴滴声响 却是有如猫的沼子一般 不断地抓挠着周围那些 眼睛视线有些不对的 男人的心 这似乎是察觉到 硝烟打亮的目光了 女子微偏过头 望着硝烟那身普通服饰 不由地柳眉皱了皱 丢给后者一个大白眼 然后对着拦在门口的 两名大汉 脚横着 让开 当着好玩是吗 林飞小姐 今儿个是来考取 一品烈钥匙的吧 浩托大师啊 不会是号称 黑烟城最强的烈钥匙之一啊 短短三年时间 竟然别让小姐 成为一名真正的烈钥匙了 虽然女子的声音有些不客气 不过那两名大汉 却是赶紧地陪着笑 然后身体侧开 让开了通道 放心吧 等我正式成为一名炼钥匙 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女子笑吟吟的 旋即目光随意地瞟了一眼 一旁衣着普通的硝烟 虽然他的老师与父亲经常教导他 这人不可貌相 不过他这上上下下 打亮了这位少年好几眼 依然没发现什么不同的地方 论帅气吧 黑烟城比他帅得一大把 论实力 对方只是一名七星以上的斗者 这在他眼中 依旧没什么了不起的 在这黑烟城 即便是一名斗师 看到他 也要恭敬地叫一声 林飞小姐 缓缓地收回了目光 林飞微微摇头 终于将所有的注意力 从硝烟身上移了开 出此见面 虽然心中谈不上什么不屑 却也未将其放在心中 纯粹就是当路人假以柄看待吧 走吧 我说丫头 今天可别丢我这张老脸 不然日后啊 弗兰克那个老家伙 肯定不会放弃这种笑脸 来取笑我的 此之后面的老者终于是懒懒地走着过来 冲着女子取笑着 啊 奥托大师 见到老者 两名守卫大汉 赶紧地恭敬对老者 弯身行礼 对两人笑着点了点头 被称作奥托大师的老者 向前一步 那扫动的目光忽然停在一旁无聊等待的硝烟身上 不由的是微微愣 不知道为什么 他似乎有些模糊地觉得面前的少年有点不同 不过具体是什么地方 却又说不出来 放心吧 老师 不就是炼制一枚成型的丹药吗 这还能难得住您的乖弟子吗 林妃娇笑着 拉住了奥托大师的手臂 撒娇着说 宠溺地拍了拍林妃的脑袋 奥托对着一旁的硝烟露出善意的微笑 然后拉着林妃 对着炼药师工会内部走去 老师 你怎么对那人如此和善啊 可不像你的风格哦 总觉得那小家伙 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 这走进了工会 林妃有些疑惑了 不过呀 也说不清楚 啊 或许是幻觉吧 奥托笑了笑 随意地说着 闻言 林妃无奈地摇摇头 也只得是跟着奥托快步地 对着内部行去 小兄弟 你找到导师的介绍信了吗 目送着奥托走进了工会 一名大汉 再次对着硝烟笑着 只不过 她的眼中有着怀疑的神色 似乎并不认为硝烟能够拿出来 当然了 这事实啊 也的确是如此 抱歉 那东西我没有 无奈地摊了摊手 硝烟扬了扬下巴 刚才那位小姐 好像也没有给你们检查介绍信吧 飞林小姐的导师 那可是四位烟药师 奥托大师啊 你不会连这个名头都没听说过吧 这听着硝烟的问题 那名大汉看待她的目光 有如是看傻子一般 无奈地叹了口气 硝烟忽然是缓缓地伸出了手 你要干什么 这望着硝烟的举动 两名大汉顿时脸色一变 手掌 豁然是抓向腰间的武器 没有理会两个人的动作 硝烟目光直直地盯着手掌 片刻之后 一股汹涌的紫色火焰 猛然自掌心腾烧而起 紫色的炽热温度 让得两人脸色大变 什么 凝聚石火 四品烟药师 惊骇的声音 从两人的嘴中 不可置信地吐了出来 以他们经常守卫烟药师工会的见识 自然是知道 凝聚石火 至少是必须四品烟药师 才可以做到 不过 如果说面前召唤出石火的人 是一名行将就木的老者的话 他们还能平静一点 可面前这人呢 分明只是一个不过二十岁的少年呢 抱歉 我并不是四品烟药师 不过因为一些缘故 我能召唤他们罢了 目光瞟了瞟 周围 发现已经有不少人 被两名护卫的喊声吸引了过来 一些眼尖的 更是清楚地看到了 萧烟手中的紫火 顿时 几道震撼的倒抽冷气声 在炼药师工会之外 响了起来 望着这一幕 萧烟无奈地摇了摇头 也只能是甩了甩手 赶紧地将紫火熄灭 对着两名护卫说 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 可以 可以 萧烟 不不 大人 你里边瞧 俩人对视眼 赶紧地 弯下了身子 恭敬地说 这瞧着 进个门都引出这么多的麻烦事 萧烟在心中是苦笑一声 谁叫刺激 总喜欢低调呢 现在搞得身上不仅没炼药师的徽章 而且连个等级工会的等级徽章 也不曾有一个 叹了口气 萧烟手指弹了弹袖跑 然后缓缓地举步 走进了这座 几乎住着黑岩城内 地位最高的一种职业的建筑 这走进炼药师工会 一股淡淡的药箱之尾 迎免扑来 让的人有些心狂神疑 打听的那部 人员并不多 只有寥寥数人 在安静地做着自个儿的事 似乎是听到了脚步之声 一些人抬起了头 目光瞟了一眼 挟覆着几乎要拖到地面的 巨大黑尺的少年 眼中闪过了一抹疑惑 便是再一次 埋头各做各的事 他们呢 并不认为谁会有胆子 在炼药师工会里边捣乱 站在略微有些清冷的大厅之中 硝烟无奈地摇了摇头 刚欲找个人询问一下 取得炼药师等级徽章的程序 一名身穿胆轻色衣裙的女子 却是急忙地从一处后台中走了出来 然后对着硝烟快步醒来 微笑着走到了硝烟的面前 轻衣女子眼眸扫了一圈 含笑问道 目光打亮了一下面前的女子 明眸好齿的模样 她也颇为惹人喜爱 硝烟一笑 的确是第一次来 我来是小李一枚烈药师等级徽章 您也是一枚烈药师 闻言 轻衣女子明显正了肿 美眸在硝烟的身上 扫了扫她有些恶然 能告诉我有什么程序吗 并没有在意 女子眼中那抹惊场 硝烟笑着点点头 你请这边 这见着硝烟确认了 轻衣女子微微一惊 翘脸上明显的多了几分恭敬 退后几步 来到了柜台前 对着硝烟 唯一味一笑 随后从柜台中 拿出了一张泛黄的 古朴羊皮纸 轻衣女子 束手颇为优雅的握着笔 这才抬头 冲着硝烟示意 先生 请您说出您的名字 年龄 导师的名字 也还需要替你登记 硝烟略微沉吟 方才是一笑 硝烟 年龄十九 导师 要老 先生可真是年少有为 听着硝烟的年龄 雅含的心中不由的是 轻轻叹了一声 微笑着 小小的拍了一个马屁 柳梅忽然一肘 顿下了手中的笔 思索片刻 有些尴尬 先生 您的导师的名字 似乎并没有在 我们那一样师 公会的记录之列 他老人家喜欢隐居 所以未曾记录过 怎么 必须需要他的记录 才能领 这样的话 我看他还是算了吧 周了周眉 萧嫣则是一摇头 然后转身欲走 他没想到 这东西竟然如此的麻烦 先生 请等等 这见着萧嫣要走 雅含急忙开口 虽然没有您导师的记录 不过 只要您能通过考核 一样可以领到 等级徽章 闻言萧嫣顿下脚步 心中是松了口气 转身笑望着雅含 快手快脚的 收拾好桌上的东西 雅含将登记表 拿在手中 然后对着萧嫣一吟手 先生 请跟我来吧 如果您能通过等级考核 那么便能顺利的 领到等级徽章 先生 是考核一品量是吧 先生翻看着资料 雅含随口问着 不是 二品 萧嫣则是轻轻一笑 走动的脚步骤然一顿 他突然停下了身子 差点让得萧嫣撞了上去 不过好在的是 刹车够急时 当下有些疑惑的 望向了面前那 身姿窈窕的雅含 您说 您要考核二品量是 偏过了头 雅含微张着红润的小嘴 惊愕地看着萧嫣 十九岁的年龄 就想考核二品量又是 这在加马帝国的量是工会中 可以说是独猎了 有什么问题吗 微微地点点头 萧嫣淡淡一笑 没 没有 回过了神 雅含急忙摇头 看向萧嫣的目光中 越加的恭敬了 萧嫣先生 叫我萧嫣就好 好 雅含好歹 也是在内药师宫 毁待了一段时间 平日里见的大人物 也并不少 所以听到萧嫣这般说 也是省去了那些绕口的称呼 您以前 并没有领过职业徽章吧 嗯 既然这样 那你得先从一品量师开始考核 如果成功晋级的话 那才能继续考核二品量师 雅含微笑着 将考核的程序 与萧嫣说了出来 唉 那便一个个的来吧 萧嫣一整 确实有些无奈 雅含行走的速度 也缓缓地慢了下来 片刻之后 在一处大门前停住 在大门之外 四名身形彪悍的大汉 正全服武装地守在此处 目光在四名大汉的胸口上扫过 萧嫣的心头 无一感凛然 因为呀 他发现这四个人 竟然都是九星斗争 而且看其中一人的 平稳悠长的气息 显然早已停留在此级 有很长的时间了 官妾眼中 偶尔略过的经过 进入斗士级别 似乎是指日可单 太阳大叔 里面的考核开始了吗 雅含笑颜颜的 将手中萧嫣的资料 递向那名实力最强的大汉 还没有 不过快了 你又带了新人进来吧 看起来 此苦挺不错呀 那名被称为 特压地的大汉 目光在萧嫣身上一扫 心头升起了一股惊异 以他的实力 竟然看不出面前少年的底细 嗯 好了 进去吧 仔细地检查了一下 登记表上面的资料 以及印章 亚特 这才从怀中拿出一个黑色的笔章 笔章上面 会有一个 打大的五字 这是你的口号 别弄丢了 接过了笔章 萧嫣将之套在手臂上 对着亚特 感谢他笑了笑 萧嫣 下面 便只能你自己进去了 按照规定 我们是不能随便进入里面的 嗯 多谢了 笑着点点头 萧嫣对着几人拱了拱手 这才是月身闪进大门之后 宽敞的大厅内 照得是有如白昼 此时的大厅 正簇拥着不少的人群 窃窃私语的笑声 也在大厅之中 偶尔响起 斗破苍禽 第118集 萧嫣的目光 在这些人的胸口处扫过 却惊异地发现 他们之中 竟然大多都是真正的炼药师 在这人群中 萧嫣居然还发现了 两名四品炼药师 其中一名 正好是先前所看到的 那个被称为是 奥托的大师 而另外一位 也同样是一名老者 这听着周围的称呼 萧嫣方才知道 这个老人 便是黑言成 炼药师工会的会长 佛兰克 在大厅的中央位置 被精心地设置了 十几个彼此分割开的石台 在这个石台上 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炼药器械 正有着七位 迫不及待 站在那里的年轻人 而那名叫做林飞的女子 也正好是在其中 哎 佛克兰 雪妹呢 怎么不见她出来啊 考核时间可快到了 奥托目光 掃了掃桌面上的沙漏 偏过了头 对着身边 正与旁人谈笑的 佛兰克说 别急别急 这个呀 可是雪妹第一次的考核 他呀 自然是要准备齐全 摆了摆手 佛兰克望着等待的 有些不耐烦的奥托 苍老的脸庞上 露出了一抹笑意 文言 奥托得是撇了撇嘴 哼哼道 还有十分钟 再不出来 就算你是会场 也不能无言无故的 延长考核 等待时间 笑了笑 佛兰克转过了头 视线在大厅内扫过 最后是微微一顿 望着那不知道 何时进来的少年 目光扫过的手臂上的臂章 不由的 却是有些差异了 小家伙 你也是来参加考核练药师的 生平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同行 说实在的 萧颜的心中却是有些兴奋 这听着佛兰克询问 令他微微一正 随即是点点头 瞧着萧颜点头了 佛兰克老眼中 更是多出了一份惊议 笑着说 小家伙 什么年龄啊 十九 萧颜搞不清 这个明显看起来地位不低的 老者想干什么 他也只能是 如实的回答 听到萧颜的回答 不仅是佛兰克惊了一声 就连那奥托 也是将目光转移过来 当他望向萧颜之后 随后一愣 玄疾寒笑说 先前我就说这小家伙 似乎有点不平常 原来你也是一名炼药师 不过为什么我先前竟然没有感应啊 按道理啊 实力在我之下的人很难在我面前掩饰身份 听到奥托这话 萧颜也只能是满脸茫然的摇头故作不知 有要老的守护 以老者那四品烈药师的实力 又怎么可能发现萧颜的真实底细 不过好在的是 奥托没有追根究底 见到萧颜茫然的模样 便是停止了询问 嗯 十九 老豪托啊 这小家伙的年龄 可比咱们两人的弟子 还要小成一段距离啊 弗兰克嘖嘖的赞道 还是等会儿这小家伙顺理通过再赞叹吧 虽然话有点损人 不过呀 前两年林妃十九岁时 不也来考核过吗 摇了摇头 傲托一笑 虽然他没有看不起孝颜的意思 不过十九岁 便想考取炼药师的徽章 这在黑岩城两世工会中 从来就没有见过 哎 我说啊 你那个丫头 纯粹是来捣乱的吧 那个时候的她 可差点是把药炉给炸了呀 弗兰克摇了摇头 虽然先前的嘴上如此说 不过她也清楚 十九岁想要考核炼药师 难 实在是难 毕竟啊 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炼药师 除开先天灵魂属性之外 还必须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斗者 并且 在成为斗者之后 你想要成为一名炼药师 那至少还需要导师手把手的教导 初步的将炼药术学会 而这个阶段 至少也需要一年的时间 这总的来说 十九岁想要成为一名一品炼药师 那么她就必须在十八岁 甚至是十七岁之前 成为一名斗者 可是 有这种恐怖的修炼天赋 这真算起来的话 可是比炼药师的独特灵魂属性 还要更加少见 所以 即便弗兰克与奥兰托 见识多广 也难以认为 面前的少年能够成功的通过考核 嗨 你得了吧 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当年私下给学妹开小灶考核 她不也一样把药亭给炸了吗 瞧着面前 互相接底的两个人 笑颜有些无奈的摇摇头 刚于开口询问 一道蕴含着些许冰冷的淡淡声 忽然在身后响起 老师 抱歉 我来迟了 突如其来的冰冷叫声 有如雪山上 雪岩互相敲击的清脆空灵声响 颇为动听 至少啊 在这声音响起之后 硝烟发现 大厅内的青年们 至少有一半以上 将略微有些炙热的目光 投降了后者 抿了抿嘴 硝烟有些好奇的 缓缓偏过头 望着那层大门处 优雅行进的银袍女子 眉头微挑 目光中隐晦的掠过了一抹惊艳 大门之处 一位身材修长 眉眼清澈的 如雪山上的冰犬一般 精致的脸蛋 细长的秀美 修长玲珑的身子上 还穿着一套紧身的银色裙袍 银色的衣物 与那如温宇般的肌肤互相映沉 更是让女子多出了一份 难以掩饰的特殊金属般的冰冷风情 最让人感觉诧异的是 这位银袍女子竟然拥有一头长长的 垂腰的银色发丝 这种银色可不是那种什么 因为病症而易变出来的苍白银色 它是轻柔如银丝 飘飘荡荡 反而让的银袍女 有种奇异的吸引之力 目光仔细地打亮了一番 萧衍在心中惊叹不已 难怪此女能让大厅内的大多数人眼光火热 这般风情与气质 倒还真的算的是上架 与它相比较起来 那个叫做林飞的女子 却是少了一份这般空灵的气质 特别是那头纯银 却又不失光泽的柔软三纤银丝 这更是让得一些女子心中忍不住的有些嫉妒 目光扫了扫 萧衍便是缓缓地收回了目光 微微侧过身子 非常自觉地让开了一条路来 淋泡女子缓缓地走上前 目不斜视地从萧衍身边走过 静止走向了弗兰克 站在一边 萧衍则是轻轻地 秀了秀走过之处所留下的一股淡淡体香 心中却是赞叹一声 哇 奇品啊 老师 此女来到弗兰克面前 银袍女子精致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意 刹那间的笑容 有如那冰山上盛开的雪莲一般 让她众人士大生惊艳之感 好好好 你呀 可终于来了 奥托这老家伙 早就是等不及了 目光泛着柔和地 盯着眼前得意的学生 弗兰克欣慰地笑着 奥托大师 银袍女子偏过了头 对着一旁 翻着白眼的奥托是行了一个礼 哎呀 雪妹丫头 还是这么懂礼嘛 比我那个 好了好了 来了就快开始吧 唯唯一笑 奥托回过了头 却是望着自家学生 那绝切的小嘴 不由地摇了摇 赶紧的是改了口 而雪妹在众人的注视下 也是行进了失态之中 她与林飞之间 刚好只隔了一个空台的 两个人目光对视 却是隐隐地 有着一些火花闪现 看来啊 这俩人之间 似乎不是一团和气 哼 待会可不要又炸顶了 你自己失败没关系 别打扰到我 林飞翘鼻鼻挺 轻横一声 御手势拍了拍 面前统一行号的要顶 我想 即使没有干扰 你失败的可能 也应该不小 雪妹则是淡淡一笑 虽然表面上看似有些冷冰冰的 不过 对于这个和自己竞争了好几年的对手 他依然是难以保持绝对的平静 好了 望着考核还未开始 两个人之间的火药味 便逐渐地浓郁起来 弗兰克也只能是无奈地摇摇头 制止两个人的举动 然后对着一旁的硝烟笑着 小家伙 你去那里吧 我可是很期待你的表现呢 不过 若是失败了 也没关系 你呀 还有大把的时间呢 听他话中的意思 似乎对硝烟顺利通过考核 他的期望不是很大 耸了耸肩 硝烟顺着弗兰克的手指 看去 却是不由地无奈摇摇头 因为呀 他发现 他这位置 正好是那两位火药味正浓的女人中间 正在彼此针锋相对的两个人 听到弗兰克的安排 不由地拿眼睛 瞟了一眼硝烟 虽说这硝烟算不上那种是英俊的几乎让女人瞅一眼 就能倒贴的绝美男子 不过至少 不会让人看着心生厌恶就是了 所以呀 两个人也没出口反对 随意的瞟了瞟 后者便是收回目光 开始检查石台上的炼药器械 硝烟无奈的摇了摇头 无数月后面那几个年轻同行射来的嫉妒目光 满吞吞的便走上了石台 眼角在两边各自扫了扫 二女的不同的美丽风情 让她心中自我安慰了一番 然后便开始检查着石台上的工具 一品炼药师的基品条件 是必须单独的成功炼制出成型的丹药 而至于是何种丹药 这道可以随炼药师工会来设定了 小燕拿起石台上的一张羊皮纸 然后瞅了瞅 这张药方是一种名为蓄力丹的丹药药方 这种蓄力丹的效果能够让得浮勇之人 在短时间内增幅一点力量 这种丹药在一品丹药中 虽然只能勉强的算是排在中有 不过对于第一次来考核的新人来说 确实有很大的难度的 手掌拿着蓄力丹的药方 小燕目光向左右瞟了瞟 确实发现 似乎每个人所拿到的药方都是不相同的 而看着旁边两女的神色 似乎对自己所需要炼制的丹药 是颇为的有信心 这老头难道是故意刁难我不成 心中嘀咕了一下 小燕瞟了一眼 那笑容满面的弗兰克 然后无奈地摇了摇头 再一次地将目光投向了石台 在石台之上 这种蓄力丹所需要的药材 也是被整整齐齐地备了三份 也就是说 如果谁在炼制中将这三份药材 全部使用完了 那么考核也就是宣告着失败了 药材一边 还摆放着几只色泽颇为不错的玉瓶子 想来应该是用来最后的装单之用 目光粗略地将石台上的大只东西扫过 笑颜心中缓缓地定了几分神 比他现在的炼药术 想要成功炼制出这蓄力丹 并不会花费多么大的力气 而且由于有了子火相助 如今他炼药 那是如虎添翼 区区已没刚刚月身进入 一品行列的丹药 还难以让他心生苦恼之一 由于此时还未有人宣布考核开始 所以笑颜的目光随意地在两边扫了扫 目光粗略地扫过了两女石台上所摆放的药材 笑颜则是抿了抿嘴 经过药老的熏陶啊 他现在也是粗略扫过这些药材 便能够模糊地猜到 这究竟是练什么丹药用的 负伤丹 凝火丹 我靠 为什么就我的药房要困难些 笑颜心中不满地嘀咕一声 他的蓄力丹 与雪妹还有林飞的药房比起来 无疑是最为困难的一种了 靠 这两个老家伙 以权谋私 无奈之余 笑颜只得在心头狠狠地 将弗兰克与奥托两个人诽谤了一番 都检查完毕了吧 如果没有问题 那么考核开始 目光在事态中扫过 见到无人发言之后 弗兰克手掌一挥 一股劲气便是透掌而出 最后砸在了大厅顶部那 古朴的铁钟之上 顿时清脆的钟音声 便在大厅内 飘飘荡荡地响了起来 听得这个钟声响起 石台之内除了硝烟之外 所有的烤生 都是将手掌 迅速地贴在了 药顶的火口之上 体内斗气狂咽而出 顿时随着扑扑的几声问响 药顶之内 是生腾起了火焰 当药顶内的火焰 生腾起之后 石台的外部 竟然开始缓缓地 升起了一圈透明的光幕 光幕成正方形之状 将里边的烤生 全部地包裹在了其中 随着光照打开 大厅之中的窃窃思语 便是完全地寂静了下来 所有的人都是全神贯注地 紧紧盯着石台中 那烤生的动作 沃尔乔的控制力 颇为不错的新人 他们则是会暗自点头 站在石台处 硝烟四处地瞅了瞅 他发现 所有人要定之内的火焰 除了雪妹 以及林飞两人的斗气火焰 要深沉一些之外 其他的人 无一例外的 全部都是淡黄之色 显然 他们的真实实力 应该都是在 斗者四星之下 在石台之内 所有人都开始了 自己的炼药 唯独那硝烟 还在那傻乎乎地 望着周围 这模样 便有如那鹤立的鸡群一般 不惹人注意都难 那小家伙 在干什么呢 这皱着眉望着硝烟 弗兰克 疑惑地问 这个 不知道啊 摊了摊手 奥托同样是有些迷惑了 这小家伙 不会连怎么生火都不知道吧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也忒喜剧了点吧 他有导师介绍信吗 让我看看 这是谁培养出来的学生啊 弗兰克挥手叫了一名手下说着 会长 他似乎没有导师介绍信啊 不过他的记录上 写的是一名叫做药老的炼药师 那名手下翻了翻硝烟的资料 苦笑着道 药老 茫然地眨眨眼 弗兰克 偏头望着奥托 哎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 我在加玛帝国混了几十年 从没听说过 哪位有资格收学生的迷惑师叫做药老 对于这个陌生的名字 奥托同样是满头污水 哎 算了 等时间结束啊 详细地问一问 看现在这情况 我觉得啊 咱们好像被那小家伙给消遣了 将手中的资料 纷纷地丢给身旁的首相 弗兰克的脸色略为有些不好看了 毕竟啊 在他所管辖的分会中 竟然发生这种搞笑事件 这若真传了出去 说不得会被其他城市的炼药师工会所取消 在外面 弗兰克等人对消炎的举动是心生愤愤 而光母之内 雪妹与林飞也是有些愕然的 望了一眼 这行为举止实在是有些太过与众不同的少年 这家伙 以为这是在玩耍吗 此时的消炎 自然不知道他的愁逐惹了这么多人的关注 沉淫了半赏 这才是轻叹口气 手掌缓缓地贴在了火口之上 心中则是有些无奈 算了 火焰独特一点就独特一点吧 反正他们又不可能把我抓去切片研究 这般安慰自己之后 消炎体内的斗气也开始奔涌 快速地穿过经脉 然后顺着手掌一声轻响 便传进了药顶之中 碰 随着一声闷响 汹涌的紫色火焰 猛人间自药顶中生腾起来 与此同时光目之外 弗兰克正有些气愤地从手下手中接过了茶杯 刚抿了一小口 眼角却是突兀地扫进了消炎药顶中生腾起的紫色火焰 当下是眼瞳骤然灯大 扑得一声口中茶水 全被他粗鲁地就喷了出去 茶水将一斤打湿 可是弗兰克却不管这些 只见他手指颤抖地指向了光目中的消炎 惊骇得尸声鼠道 紫色火焰 一火 闻言 满听瞬间的死寂 一道道目光 豁然地转向了光目中的消炎 那家伙竟然召唤出了紫色的火焰 难道是一火 怎么可能 大厅之内 所有的炼药师震惊地望着在药定之中腾烧而起的紫色火焰 由于有着光目护照的隔离 所以他们也不能太过地确认 不过那种火焰的颜色 可绝对不是普通斗气凝结而出的斗气火焰 一火 弗兰克与奥托震撼的对视力 随即是微微摇了摇头 哎呀 有点不像啊 而且啊 凭这小家伙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如此熟练地控制这么浓意的一火 奥托双眼死死地 盯着那随着消炎的感知力的控制 而不断生腾的紫火 嗯 的确有些香啊 一火可不是这么容易控制的呀 弗兰克摸了摸胡子上的水迹 脸庞上的表情同样是有些凝重 哎呀 可为什么他的火焰会是紫色的呢 弗兰克与奥托眉头紧皱 心中却是有些茫然了 他们从没听说过除开炼化异火之外的火焰 有什么火焰会呈现紫色的 嗯 这小家伙不简单哪 难怪如此年纪便敢来考取一品类有事 原来啊 是有这般底子存在 看那紫色火焰的浓郁程度 我想这小家伙的实力 顶然是在斗者五星之上 当真是可怕的修炼天赋药 缓缓地平息下心情 弗兰克感叹着 哎 我就说为什么先前第一次见到他时候 有些古怪 哎 没想到啊 他竟然还真在我眼皮子底下 隐藏了一些实力 这小家伙挺神秘啊 奥托手掌也摸着长长的胡须 冲着弗兰克笑道 哎呀 我忽然想见识见识一下他的老师啊 我想知道 究竟是什么人 居然能够调教出如此优秀的学生 哎呀 与他相比起来 学妹和林飞都要差之一筹啊 嗯 弗兰克微微点头 别亏得这两个丫头 挣了这么多年 如今啊 这个叫做硝烟的少年 确实给了他们当头一包 也好让他们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啊 对了 向其他城市的量食工会 发一份通告 请他们帮忙查一下 究竟有没有一位叫做 要老的高级类友师 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学生 不该是积极无名之辈 挥手 将一名炼药师撬过来 弗兰克 低声吩咐着 那名炼药师恭敬地点点头 随后悄悄地退出了大厅 一旁奥托健壮 也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再一次将目光投进了光幕之中 他虽然能够操控这种 有别于其他火焰的磁火 不过炼丹 可不只是光靠火焰 灵魂感知力 以及对火候的把握 各种药材需要成分的多少 这些种种 都是颇为重要的一环 现在还是继续看下去吧 弗兰克点点头 身为四品炼药师的他 自然是知道这些的 所以当下也不再说话 目光注视着光幕之内 那全神贯注的炼制丹药的少年 不言不语 随着他们两人的安静 大厅之内 再一次陷入了平静之中 只不过这一次 大多数的目光 都是一直停留在硝烟的身上 很多人都想知道 这位能够操控 一丝一火火焰的少年 在别的环节上 是否依然能够表现解除 处于光照之中的硝烟 自然是没有闲心 关注外面那因为资火 而骚动的大厅 目光粗略的 在石台上扫过 然后不急不缓的 捏起几种药材 有条不紊的丢进了药定之中 在灵魂感知力的压制之下 凶猛的资火 有如绵羊一般温顺 将那丢进药顶中的药材 温柔的包裹而进 然后将炼制蓄力丹 所需要的各种精华材料 从中提炼而出 在硝烟这般平缓的炼制之下 药顶之内 蓄力丹的雏形 正在缓缓的形成着 虽然光母之中 每一个石台都被 更小的方形光母 隔了开来 不过硝烟的资火 实在是太过另类 所以啊 在他将之释放出来后不久 分别在他左右两侧的 雪妹与林飞 则是有所察觉的偏过了头 当他们的视线 瞧见那生疼的资火之后 美眸猛然争荡 随着一声清响 两人药顶中正在提炼的药材 顿时在他们分心之下 被火焰烧成了灰烬 没有理会化成灰烬的药材 两女微张着红润小嘴 冷冷的望着那在硝烟的控制下 四急四缓 四热四温的紫色火焰 片刻之后 皆是不由的在心中清晰一口凉气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 硝烟的那种紫火是什么东西 不过从火焰的汹涌程度上来看 绝对要比他们那深黄色斗气火焰 更加的难以控制一些 然而呢从面前少年的葱镇的举止来看 对着紫火的控制似乎是得心应手般的顺利 而这般操控力度 即便是雪妹与林妃心气颇为的高傲 那也是有些自愧不如 两女的目光从药顶上移开 最后有如心有灵气一般 将目光就投降了 那将所有心神都投注在药定之内的少年 此时的少年 清秀的脸庞上并未有丝毫的紧张之感 脸庞上因为紫火的腾烧 而被映射出淡淡的紫色 不过那股风轻云淡的从容气质 却是几乎差点让两个女人认为面前的人 并非是一个不足二十岁的青色少年 而是一个有着丰富炼药经验的高级炼药师一般 这种平缓而从容的气质 雪妹与林妃都是在自己的老师炼药时 方才能够看到的 而此时呢 面前这个少年 确实让得他们再一次的重温了一遍 两女的目光在半空中交错一下 都是瞧出了一分苦笑与挫败 目光再次在校园身上转了一圈 雪妹轻叹一口气 玉手掠了掠额钱的银丝 然后收回主意里 再一次将心神投进了要顶之中 这家伙隐藏的还真深 我竟然又看走眼了 再次瞥了一眼笑颜 林妃小子轻轻嘟捺一声 先前还在她心中 是路人甲乙饼的消炼 此时已经上升了那种拥有恐怖的天赋 值得她极为重视的高级等级了 摇了摇头 想起这身份的转变速度 林妃也是苦笑叹了一声 然后将第二份药材也丢进了要顶之中 随后开始最后的炼汁 将所有信神都投注在要顶中的消炼 自然是没有察觉到 先前身旁两个女人对自己的注视 她的目光紧紧的盯着要顶之内 在消炼的凝视中 时间过得飞快 不知药顶内的丹药翻滚了多少次之后 终于是变得圆润了起来 望着丹药表面的色泽 消炼微微一笑 手掌也缓缓地离开了药顶 而随着手掌的撤离 药顶之中的紫色火焰 也是缓缓地消散 取之轻弹 药顶之上的顶盖 被一缕进风弹射下去 消炼手掌一招 一枚淡黄色的丹药便是破顶而出 然后对着消炼迅速飞来 手掌快速地抓起了一只玉瓶子 消炼飞快地在身前一扬 那枚淡黄色丹药便是被准确地收入手中 缓缓地放进玉瓶之中 消炼抬起了头 竟然是发现周围的光照 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撤去了 而且周围的一道道视线 正紧紧地注视着自己 考核时间到了 这片头忘了吧 消炼发现身旁的雪妹与林飞 也正在注视着自己 不由的是善善一笑 望着消炼有些尴尬的神色 雪妹则是微微一愣 玄机微笑着点点头 清冷的声音 较之先前 居然是多了几分柔和 刚到几分钟 不过老师看你似乎还未完成 所以等了片刻 放心吧 不会因此刷去你的考核资格 冲着雪妹 感激地笑了笑 消炼抬起头 望着笑眯眯走过来的 弗兰克与奥托 缓缓走到师台面前 弗兰克 颇有深意地瞥了一眼消炼 笑隐隐地说 小家伙 隐藏得很神吗 消炼弹了弹手 没有说话 弗兰克与奥托 先是交叉着 将一方雪妹 与林飞所炼制的丹药取过 然后细细地观察了一下 丹药的橙色 以及色泽等等 互相地点了点头 嗯 还不错 虽然丹药 依旧欠些虎猴 不过 也是达到了通过审核的标准 闻言 雪妹与林飞 都是松了口气 斗破 苍禽 第一百二十集 将两女的丹药检查完毕 弗兰克与奥托 并被立刻检查效应的 反而是绕过了她 将后面六位新人的丹药 拿起来审核一遍 在这六人之中 确实有两个人打倒要求 其余四个人 都是垂头丧气地低着头 你们哪 也不用太过的丧气 勤年不休 那就等明年 年轻人 别都没有 这时间 倒是最多的 望着那四个人的模样 弗兰克笑着劝慰一声 然后与奥托对视一眼 两个人再一次来到了消炎的面前 这瞧着弗兰克与奥托的举动 打听内的目光 都是缓缓地停在了消炎的身上 一旁 雪妹与林飞也是好奇地盯着消炎 他们同样想知道 这能够操控神秘火焰的家伙 炼出的丹药会是何种等级 顺手拿起了消炎诗台上的那张羊皮纸 弗兰克瞟了一眼 老脸则是微微一变惊愕着道 叙利丹 文言 奥托也是一愣 玄机恍然地笑了笑 哎呀 难怪这小家伙用的时间要长一些 原来你竟然拿到这药法了 听到叙利丹这名字 雪妹与林飞便是无奈地摇摇头 别的不说 光这丹药的等级难度上 他们呢 就是逊色一筹 哎呀 小家伙 有能那样 竟然连叙利丹 都能顺利地炼制出来 这丹药 即便是一些真正的一品类药师 也难以炼出来啊 惊叹地砸了砸嘴 弗兰克将玉瓶中的丹药倾倒而出 顿时 一枚蛋黄色的圆润丹药 便是调皮地滚了出来 丹药 约摸有拇指大小 通体蛋黄 隐隐地有着一圈碧绿波纹 夹杂其中 犹如扩散的连翼一般 看上去 颇为奇 丹纹 望着一圈碧绿色的波纹 弗兰克与奥托再次惊叹地砸了砸嘴 炼制丹药 一般当丹药的橙色光泽达到了顶峰之时 才有可能使得炼制的丹药出现这种丹纹 丹纹二字入耳 雪妹与林妃便是知道 这场考核 他二人绝对不可能比得上身边的少年了 恭喜你呀 小颜 你通过了一品炼药师的考核 将丹药装回了一瓶 弗兰克 缓缓地吐了口气 对着少年笑着 闻言 满厅的人 都是将羡慕与惊叹的目光投向了十台中的幸运少年 那个 听着这话 硝烟眨了眨眼 烧了烧头 轻声说着 那个 我能不能继续进行二品炼药师的考核 在少年轻声之下 前客上还是满脸笑容的弗兰克与奥托 脸庞 骤然怠至 这 继续申请考核二品炼药师 硝烟的话语 不禁让的弗兰克与奥托两人满脸怠至啊 就是连一旁的雪妹与林妃两女 也是骤然停住了手上的动作 抬起头来 满脸惊愕的愣愣的望着十台中的少年 大厅中 所有人的视线都是傻傻的盯着那个少年 如果说先前硝烟顺利通过了 一品炼药师的考核 让他们的心中充满惊叹的话 那么 现在他的在此申请 却是真正的让众人感到了目瞪口台了 十九岁的一品炼药师啊 虽然稀罕 不过在加玛帝国并不是仅有 可这十九岁的二品炼药师 那可是真正的凤毛麟角了呀 要知道 即便是加玛帝国内的丹王骨盒 在这个年龄时 那也不过是刚刚成为一名一品炼药师啊 如果硝烟今日真的顺利的通过了 二品炼药师的考核 那岂不是说他日后的成就将会比丹王骨盒更加强大吗 天哪 我们似乎看见了一个怪物从黑炎石炼药师工会崛起了 大听中 众人面面相去一眼 旋即有些苦笑 你这家伙 可莫要太小看二品炼药师的考核条件了 想要通过二品炼药师的考核 不仅要炼制出二品的丹药 而且本身实力可必须要达到斗师级别 斗师 你 你达到了 骗过了头 林飞望着少年微小的面孔 不由的皱着带眉 斗师吗 萧阳望着林飞那张美丽动人的俏脸 微微一笑 我只想试试而已 能不能过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小家伙 你真的想再次考核二品炼药师吗 望着那听了林飞的话后 依然没有丝毫放弃神色的萧炎 弗兰可与奥托对视一眼 沉声询问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萧炎笑着烧了烧头 你有几分把握呀 奥托的脸色 此刻也是略微有些凝重了 如果面前这小家伙 真的通过了二品炼药师的考核 那可是一个有些了不得的人才呀 说不定日后的加码帝国炼药界 将会生出一个比丹王骨盒 更加强横的炼药师 这对于帝国的炼药师来说 无疑是一个颇为轰动的大消息 五分吧 萧炎抿了名嘴 在分析了一下 他对炼制二品丹药的成功率之后 这才是报了一个数据 由于怕讲话说得太慢 所以萧炎的数据略微有些保守 然而啊 即便是数据在萧炎的心中有些保守 可当他爆出之后 奥托与弗兰克的身体 同样是震了震 而其他的人更是脸色微变 炼制二品的丹药 有着不小的失败率 即使在场的一些脸药师 也不敢打包票说 自己炼制二品丹药 能够达到五成以上的成功率 然而呢 面前这个少年 却是脸带笑容的 说出了这话 顿时 大厅里的几位二品脸药师 心中略过了一抹质疑 显然呢 他们对萧炎所说的 并不是太过相信 即使他拥有那种奇异的火焰 也是让人怀疑 五分 心中难难了一声 雪妹微微偏过头 望着石台内部少年的 极长的身子 不由地在心头轻声说着 这家伙 是不是有些太猖狂了 怎样 能继续考核吗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那便算了吧 反正我只是在黑岩城 暂时的停留 如果有机会 下次再去别的地方吧 瞧得那没有硬化的 弗兰克与奥托 笑颜有些无奈了 等等 这听到笑颜这话 弗兰克急忙开口 开玩笑吗 这可是一个能让黑岩城连药师工会在同行面前露脸的大号事迹 所以他可不会让笑颜跑到别的城市去考核 那岂不是白白的将这机会送给了别人吗 来人 立刻准备二品炼药师考核的程序 再一次的与奥托对视一眼 两个人呢 都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一抹兴奋 弗兰克手掌一挥 轻声呵折 没言 身后的几名炼药师赶紧出列 然后是快步的走进了大厅的一处侧门之内 而在那侧门之内 写有二品炼药师考核场的字要 好 我今天就让你接着考核 小家伙 你可千万别忽悠我们两个老家伙啊 拍了拍手 弗兰克转头对硝烟笑着 我尽力吧 对了 听说通过考核之后 并且在工会登记 就能够享受到一些工会的特权 没错 炼药师炼这单药 总需要一些千奇百怪的奇珍异草 而一个人 又不可能每天四处奔波 将这些东西收集齐全 所以啊 如果你在我们加玛帝国炼药师工会登记之后 便能够享受到一种 交换的权利 比如说 你炼制某种丹药 缺少一种药材 而别的鸟师手中正好有这种药材 那么 在双方心甘情愿的情况下 我们工会可以替你完成交易 当然了 这里的前提 是你必须拿出让对方满意的交换物品 当然了 你的品阶越高呢 能够享受到的权利也就越多 所以啊 为了能够在别人手中 不受到任何阻挡的交换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 那么 你只能是努力的提升自己的品阶 真是不错的东西啊 硝烟的脸庞上略微有些喜意 炼药师工会的这一措施 无疑会让很多炼药师省去了四处奔波的时间 而正好 他此时的手中便缺少一些极其缺乏的东西 等将考核通过之后 一定让这个弗兰克帮忙查上一查 如果别人真的有 那可要竭尽全力的把它交换过来 好了 二品炼药师的审核已经设置完毕 跟我来吧 偏过了头 弗兰克望着从小屋子里边走出来的几名炼药师 见到他们对自己点头之后 这才是笑着对硝烟说 嗯 硝烟点点头 然后紧紧的跟着弗兰克对着小屋行去 后面的奥托也是紧随其上 在他们进门的时候 却是转身对着外面伸长脖子的众人唯唯一笑 啊 二品炼药师的审核 不同一品炼药师 所以啊 你们不能随便进入 就在外面等着吧 啊 很快啊 就会有答案了 老师 让我进去看看吗 这听着奥托吹话 林飞翘了一急 急忙就冲了上来 拉着奥托的袖子撒着娇 这是念幼师公会一直以来的规矩 我也没办法 你啊 就在外面等等吧 无奈地摇摇头 奥托袖袍抛轻震 便是将林飞镇的小退一步 然后飞快地钻进了门后 将门室砰的一声 关得死死的 哼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看就不看吗 这望着关得死死的大门 林飞娇哼一声 不满的嘀咕声 转过了身 林飞望着翘亮 孤颈无波般的雪妹 走过去 然后在她身边 低声说着 哎 你说那家伙 能不能成功呀 我怎知道 她先前不是说了吗 五成的把握 这似乎算是不错了吧 瞟了一眼身旁的林飞 雪妹淡淡地回道 林飞撇了撇嘴 身躯一跃 便坐在了师台之上 在那紫色裙袍下露出的长腿 微微晃荡起一条雪白 有人的弧线 让她大厅中的某些男人目光 忍不住的是瞟了过来 唉 还以为我们两年时间 能够成为一名一品炼药师 已经很了不起了 没想到 这忽然冒出来的家伙 更变态 年龄比我们小也就罢了 可竟然还有资格 考核二品炼药师 这也太打击人了吧 偏过来头 林飞望着这竞争了 好几年的对手 有些无奈 闻言 雪妹淡淡地脸上 也是浮现了一抹 别样的意味 轻叹了口气 啊 的确挺打击人的 唉 当初你不是说 在这黑炎城的年轻一辈 没人能超越你吗 现在人出现了 我记得你当初说的 似乎是陪 乌黑的眼珠地转了转 抱歉 他并不是黑炎城的人 俏脸上 浮现了一抹淡淡的飞红 玄机美眸中 却是略过了一抹皎洁 雪妹冲着林妃 奄然一笑 算你狠 轻哼了一声 林妃与手 略过了额前的青丝 不过 以这家伙的天赋 你配他 也并不掉身价 虽然你的老师 是黑炎城 数一数二的大人物 可你也要知道 能教导出 这么变态的学生 那他的老师 该会是如何强悍啊 没兴趣 你喜欢 编自己上吧 奥托大师 不也是和我师父 齐名的著名联奥师吗 而且你父亲 还是黑炎城的城主 雪妹则是微笑 平淡的语气 确实让他一旁的林妃 银牙紧咬 追我的人 在黑炎城 都排到城外三十里去了 我才没那闲情 去玩倒贴呢 林妃悄悄的 翻了翻白眼 淡淡的一笑 雪妹的柳眉微跳 目光转向了大门处 玉手也悄悄的 紧握了起来 他们出来了 审核结束了 闻言 林妃精神也这一阵 赶紧的将目光 投向了大门处 木门随着歌之一声 被缓缓的拉了开来 弗兰克与奥托率先走出 两个人相识一眼 然后轻叹着摇着摇头 这见着两人这副模样 林妃与雪妹 眉头微皱 这难道是失败了 哎呀 这小家伙炼药天赋 着实精彩绝艳 哎呀 不佩服不行呢 哈哈哈哈 看来呀 怎么黑炎城炼药师工会 毁出一名近百年来 最年轻的 二人聘链药师了 江洋 小家伙炼药师工会 ک飞药师工会 我们下轻的 我们下轻换快乐